每當颱風來臨之時 我們會看到最危險的 就是那東半部地區的路段了 但是當颱風離開之後 這些路段可能已經是 柔長寸斷 而在這個時候 公路局的這些工程人員 他們拚命也要讓你有條 平安回家的道路 是 立岡 我說真的 每次颱風一來 我們都知道哪裡最危險 中橫梳花最危險 大概一定要攤方 一定有什麼地方要去搶修 那個非常危險 雨大一點必攤 然後這一次果然 在中橫天牆那邊又攤了 又攤了 結果昨天正在修的時候 修到一半直接 大概上千斤那個石頭 直接就這樣砸下來 當時剛好旁邊 有一個大山貓在那邊 差一點點就直接被K中 你把他搞瞬間下來了 是 我跟你講說真的 如果真的被K中 那誰也救不了 但是立岡我也必須說 這次在第一線最辛苦的是誰 就是這些志工們跟國軍弟兄們 因為每一次只要遇到 這些重大戰爛 都是靠來靠我們的幫助 才能夠讓我們回復到 原來的生活 問題是我們的人民 我們的政府 是怎麼樣對待我們的國軍弟兄 國軍弟兄 每一次都衝在第一線的時候 結果你知道 20年前口提議發生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對我們國軍弟兄 居然是用垃圾車 載他們去殺豬 用垃圾車 那是20年前 那時候可能雙倍並不清涼 車輛的數量不夠 20年後總該好一點了 那當然 現在國軍的軍卡方面來說 都改善了 立岡 我跟你講 這20年我們真的有進步 什麼進步 因為20年前我們用垃圾車 我們現在用資源回收車 果然進步了 有沒有搞錯 阿兵哥怎麼坐在這資源回收車上面 這是高雄市環保局的資源回收車 直接就讓阿兵哥 直接把它當軍卡這樣載 我們的國軍弟兄是垃圾嗎 可是照我的說在 我們國軍弟兄拿去回收嗎 南部這邊要災區重整的時候 國軍動員了所有的兵力來進行 車輛總應該動員得了 我想你不會只是動員人去 你的軍卡 你的其他裝備 是不是也應該要過去 那怎麼坐的是資源回收車 我不知道這個到底是出了什麼狀況 為什麼會用環保局的資源回收 這去載運他們 是國軍自己單位安排的錯誤 還是高雄市政府安排的錯誤 我覺得這應該給我們一個 明確的答案 不然的話這真的是 太侮辱我們國軍弟兄 尤其人家這麼辛苦 在幫你救災做工作的時候 你們還這樣對待他們 他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國軍 這樣子傳到國軍上面 其實真的我們很拉長 很丟臉的事情 然後立剛其實有一個 更讓我覺得很辛酸的一個畫面 什麼畫面 就是當國軍弟兄 他們人總要休息 當然 所以當他們工作累的時候 大家集體在面原地 坐下來休息的時候 就有一個民眾就是想要照一下 辛苦的國軍弟兄 結果幫他一拍照片 就人家拍下去 結果發生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 你看本來大家都這樣 坐著休息這樣子 就一拍照片 全部立正站 大家不敢動了 為什麼瞬間就這樣站起來立正了 立剛非常簡單 最近國軍不是出了很多包 已經被人家罵到滿頭包了 這個時候如果再被你們派到 我們坐在這邊 搞不好又被你們 那個渲染說 國軍都在偷懶都在休息 可是人不是鐵打的 總會累了 總需要休息 連這樣子的畫面 一照下去插那間 大家都立正了 所以立剛你光看到這一幕 你就真的會很心酸 現在國軍已經被我們國民 糟蹋到什麼地步了 好像國軍做什麼事情都不對 連坐下來休息一下都不行 我覺得 當然國軍有犯了某一些錯誤 但是那是某一部分的行為 絕大多數的國軍弟兄 他是我們自己的子弟 他們每天辛苦來幫我們工作 請大家給他們應有的尊重 也希望他們要放下這種心態 因為如果這樣下去的話 真的中華民國的未來 還怎麼辦 但是問題是 當國軍弟兄這麼辛苦的時候 還在那邊戰戰兢兢的時候 我們的大官在幹什麼 大官當然很精實 現在這些都是新的團隊 照理來講蔡總統上任應該 新人新氣象對不對 是 蔡總統以前不是說嗎 不是說以前馬英九總統 你每次都沒有在第一時間 到現場去勘災 到現場去慰問 你這樣根本不對對不對 結果這次他什麼時候去 他三天以後才去 颱風禮拜五下午就走了 對 他說他不要去影響到 第一線人員救災 所以他三天以後才去 那你以前罵馬英九 到底在罵什麼東西 然後你知道中央在黑面中 應該要進去做了多久 那當然就是一整天 不好意思 馬英九就做了一天 什麼 才15分鐘 馬英九以前在那邊做 做到在那邊打瞌睡 還被人家嘲笑 所以你在那邊睡覺 那現在他自己進去 只做15分鐘 他問一下導遊就知道 那到底是誰做的對 誰做的錯 我覺得大家都有眼睛 你們自己去看 除了台東災害 水池很慘重之外 綠島來於你這些離島 其實也是很可怕 是啊 你知道綠島這一次 有75間房間半島 14間全島 你知道綠島才多麼大一點 災情那麼慘重 他裡頭山燒魚船 本來都是細毛細毛 結果這一次全部飄走 然後兩艘被海浪打 回來整個碎掉 那一艘到現在不見了 不知道跑哪兒去了 那你要知道 那個災情那麼慘重的時候 因為綠島吹到了 17級以上的強震風 大家不要認為 只有我們北部 中部沒有什麼大事 其實很多我們的同胞 還等待我們去救援 大家絕對絕對不要忘記他們 你看著那畫面 你可以看到那風災的災情之後 是多麼的慘重的一個狀況 我們看著那畫面 我們想著我們現在的官員 新團隊新作為 怎麼好像沒有新作為 反而越來越混 可是我們說到現在的這時候 其實大家常說一句話 這都市裡面 塞車可能會塞死人 還真的塞死人 在哪 在印尼 我本來以為塞死人 只是一種抱怨的話 可是沒想到 只是一種形容詞 塞車真是塞死人 這是我前所未聞 在印尼的爪哇 你知道他們在開災節的前後 湧入了很多的那些放假的人潮 結果就在這個物理壁出口 這個路段 這路段看起來很奇怪嗎 還好吧 就塞車 我告訴你 只是塞車就塞死人了 你知道嗎 他當地的交通官員說 我們這裡一塞 往往都是塞了 全部的車輛 綿延21公里 你看21公里 相當於是從新莊塞到台北 如果不是想高速公路 塞1 2公里你就不耐煩 他們塞21公里塞好幾天 好 結果出現什麼怪象 我先講當地的氣溫30度 你說很熱嗎 應該也還好 但車子裡面就會很熱 而且你想想看 你剛剛說21公里塞了好幾天 怎麼會塞到好幾天的程度 結果 不可思議的悲劇來了 你看 來了三天死 12人 怎麼死了 怎麼死了 一定是車禍 熱死的 什麼 熱死 他熱到他中暑休克 還有人既然是因為小孩子 吸過多的飛機而死 總之一句話 在車子裡面悶太久 下不來 不會吧 我車停在那邊 趕快最後居然還會熱死人 然後就 悶死人 救護車想要趕快去救 你告訴我 你趕快 這怎麼救 進不去 你知道其實印尼開在一起前後 一千多萬人要返鄉 車子常常多達兩三百萬輛 你就知道塞死人 還真是一語成稱 不過在印度就不是塞死人 是洪水淹死人 你知道印度最近有一條河 洪水爆發 結果你在畫面當中看到 這樹怎麼在搖 有沒有看到那個水 他們的胖胖 我放大鏡頭一定要不要看 因為上面 怎麼都是人在上面 好像有好多的動物 其實牠是人 為什麼 因為牠說洪水來得又快又急 以及有四個年紀人被衝了 生死不明了 我們這五個帥幸運的 一二三四五 趕快跳上樹 結果當地就趕快派其身去遇救 可是看不到 怎麼辦 他們那裡有些人 比較人膽大的 趕快爬到樹頂去揮手 救我 我在這邊 現場轉播 記者轉播的時候 都覺得非常的驚險 還好 最後是五個人都被救成功 其實印度一直就是一個 我們常講說非常特殊的國家 還有很多的一些 奇聞意思讓你聽了會傻眼 跟我們一般人思想不同的 思想不同 我現在就講一個讓你覺得不可思議的 說在印度最近有一個廟前面 出現了一隻神奇的小黃狗 你看這隻小黃狗 牠一直在繞著這間廟在不行 你會說狗不行廟前面還好 對 但如果我告訴你 牠是每天早上四點 準時來這裡報到 繞著這個廟繞圈子 連續繞六個小時 繞到早上十點 而且中間遇到任何障礙物 也無法阻擋我小黃繞行的決心 你就覺得神奇了吧 當地的廟公說 牠這隻小黃狗 其實是有任務的 牠其實是要來去除魔鬼下的符咒 但我講的這已經是奇景了 還有一個更偏大的奇景 什麼奇景 印度人為了要來一睹小黃 繞行廟的這樣的一個奇聞 大塞車 蛤 為了看牠 對 水洩不同 塞到包 是 你聽到了這些 印度不可思議的事情 讓你殺眼 可是印度人聽起來 還真愛看熱鬧 愛看熱鬧就算了 而且他們天生就非常的懶散 很閒事 完全沒有時間管理 在印度立剛 如果有人跟你講說 立剛 我等一下半小時就到 等我一下 你千萬別認真地在那裡等半小時 約定時間 本來就在約定時間到才對 我告訴你 你可能會等一個小時 他還沒來 這時候你再把電話去 老兄你到底什麼時候要來 他說你再等我一小時 等我一小時 最後他當天不會出現 他可能隔天才出現 而且隔天還給你知道 爽約 是 就是爽約 而且爽約爽一天的 台商就講 他說在那邊上班 早上9點上班 大家員工一定都10點以後才到 所以他自己心知肚明 乾脆就習慣性的 把上班時間 假裝成是10點就好了 然後下班時間 再往後挪一小時 不就得了嗎 用這樣的方式 不是 台灣住印度的外交官 那才叫傻眼 他說跟他們那些官員開會 明明說好下午2點 竟然跟你拖到4 5點才開 我這個範圍 我這飯店是豬來的 我會議中心是豬來的 可是不太對嗎 為什麼印度人爽 這個對時間觀點完全沒有 對 好 他們恰功 最好是11點以後 就像東吳方城市電影裡面 那個樹懶一樣 你說跟他們一樣 那樣慢真的真的 很慢 對 11點以後 因為他要吃早飯 喝奶茶 還要看爆 那如果跟大官 最好下午3點以後 因為他還要吃午餐 剛剛我知道你的疑問 你說為什麼會拖這麼久對不對 因為他們認為 人生是有不斷的輪迴 既然我會輪迴 我為什麼要在這一生 就把我的功課全部做完呢 我為什麼要把我的功課 跟工作全部做完呢 我可以下個人生再做 但有一個印度東西很快 什麼東西 離婚 來 立剛如果你是我的妻子 我現在要跟你離婚 不是要有證人去公證等等嗎 對不對 不用 在印度我只要對你講三個字 哪三個字 Talak 好了 你不是我妻子的再見 真的 我沒有騙你 就這個我可以上邊寫的 你就寫這個Talak 是 我告訴你 印度還有立法說就是這樣子 而且不一定要用說的 你也可以用寫的 你可以傳簡訊 你連在臉書貼出來 對自己的親屬 Talak 他就離婚了 傳網站的畢業格 傳LINE也可以 我告訴你 雖然這個印度退遊的話 讓你聽得覺得不可思議 但是有很多穆斯林國家 已經禁止這樣子的方式 因為有印度語心朋友就講 他說有時候 我老公跟我說了我都不知道 甚至有一個少父講 我嫁給我老公才幾小時 他就對我說了這句話 我就被他修了 只因為他說我嫁給你是因為我媽 我們看著那印度 你會覺得說 未來我們的政府 小英政府你的南進政策 是要跟這些個官員對話 那你有辦法應付得了嗎 但我們的這個生意跟商機 到了印度那裡做得下去嗎 可是我們現在看看在歐洲 英國現在正要脫歐的狀況 結果英國在這個時候 當然有一些治安的事件 就會出現了 一家商店歹徒衝著進去了 準備要搶劫了 但他卻發現一件事情 老闆不理他 那搶匪該怎麼辦 是立剛 這是英國坎特勃利警方 在臉書上分享的一個畫面 他的目的當然是希望 大家去指認這個歹徒 可是這個歹徒真的 真的我看他也是臉上三條線 因為你看他拿了一個包包 然後拿一把槍就進來了 進來再來講 他應該是要去跟那個 要去跟那個店長口號 叫你把錢全部給我對不對 結果你看他那個 不對 那個業者理都不理他 你說他是搶匪 我看他是客人吧 老闆都不理他 你看客人一直在把東西 去拿給另外一個客人 說你買的東西在這兒 我拿給你 結果那個搶匪有點傻眼 還一直跟他講 把錢交出來 結果你看那個老闆 理都不想理他 看都不看他 他真的在搶 他最後還回頭走 我不想理你 我管你是誰 結果這個你看他最後 抹頭人家不理我 那搶劫人家都不理我 實在是太差了 這搶匪為什麼也真的太誇張了 對 他就走回去 他就這樣周末末的走掉了 他就走掉了 這個老闆實在是夠鎮定的 鎮定到讓人家覺得 處變不驚 是 讓人家覺得有點離奇了 那問題是另外有一個 他就不只是鎮定了 我現在大家看 也可以說是狂了 怎麼說 這個人叫菲律賓總統杜特地 對 他6月30號才上任 到現在已經造成一種 世界奇觀了 什麼奇觀 我跟你講最近 在他們南部的一個城市 叫Tankum這個地方 所以一個城市而已 你看這樣大家大聚會 然後聚會幹什麼 我知道百貨公司要特賣 特賣錢大家在排隊 不是 他們在一個許願板上簽名 有看過這麼多人 去許願板上簽名的嗎 我知道 4000個人簽 一定是希望國家的未來更好 可能是一個宗教的活動 可能是用集氣活動 當然 大家也在祈福對不對 宗教活動才有這樣子的 人潮衝勁的會堂 你看 不好意思 這個叫自首活動 真的 每一個簽上自己的名字 我來自首的 不可能 歹徒怎麼可能會這樣子 努力的去自首 我跟你講 真的 這大概全世界沒有人看過 這麼離譜的一個行徑 所有人都在這個許願板上 這個其實不是許願板 大家都在這個板子上面簽名 你再跟我說小話 許願板上 怎麼會有歹徒自己 建設上面簽名要自首 我跟你講 他們許下心願就是 我從今以後再也不販毒了 真的假的 為什麼 因為 杜特蒂已經下了格殺令 以後如果你再敢販毒 被我抓到 你就是直接槍斃 不跟你啰哩啪說了 他們這些人居然怕成這個樣子 是 因為杜特蒂真的這樣幹 你知道他6月30號才上任 到現在也不過 才一個禮拜的時間 你知道他殺了多少人嗎 他殺了61個人 才殺了一個月都不到 是 而且我跟你講 才幾個禮拜殺了61個人 他還特別做了一個網頁 你知道 公布 我每天殺了誰 你知道 名單列出來 我到現在 你看 從5月10號到現在 我已經幹掉 已經幹掉119個 他全部都列出來了 可是這樣子好像聽起來 違反人權 大家不是說 犯罪兵也是個民主國家 照理來講 他是民選出來的總統 你應該要遵守法治對不對 可是民眾會不會反感 是 我跟你講 民眾反感 現在他在菲律賓的聲望 好像還挺高的 真的 表示民眾 都還非常支持他 因為很簡單 因為菲律賓的販毒情況 太嚴重了 所以他最高紀錄是 在這一個禮拜之內 他一天就幹掉19個人 一個禮拜幹掉19個 一天 我跟你講 非常可怕 所以現在當然我覺得 我們一個死刑犯 搞了兩三年都還不會槍決 他一天殺掉19個 對 立剛我必須說 這中間執法上 當然是有疑慮的問題 如果對方跟我沒反抗 你直接把他幹掉的話 那剛剛執法過大 對 你這個警察 是不是跟他有失仇 這個我覺得在法律上 是有爭議 可是問題是他這一招 好像真的有效 因為你看剛剛4000多人 一個小城市 4000多人來自首 你就知道第一個 大家怕到 第二個菲律賓犯毒的情況 多嚴重 一個不知名的小城市 會4000多人來自首 如果大罵像瑪莉娜這樣 那還得了 你知道杜德蒂震 你還幹了一件事情 讓我們覺得更離奇 他直接公布三個人的名字 這三個人據說都是華裔的 然後兩個被關在捲魚頭 一個現在逍遙法外 他說很簡單 你們現在 我說真的 我看你們也無可救藥 你們乾脆自我了斷 什麼 他這樣子講 對 因為你只要 那個再逃到那個 他說你只要趕回菲律賓 我就當場把你解決掉 你有沒有看到 現在拿出什麼東西 拿了那三個人的名單 我現在根本不用什麼審判 不用跟你囉嗦 然後這兩個被關在捲魚頭 因為他肯定他們 在捲魚頭還在遙控操作 這個販毒 那解釋要怎麼辦 所以他說很簡單 我抓不到證據對不對 那我為了要制止你 遙控也要繼續遙控販毒 我把你關到離島訊號 跟那邊手機訊號了沒有 我讓你跟外界 聯絡都沒辦法聯絡 我看你怎麼遙控販毒 所以他現在就準備 用這一招來 可是菲律賓現在這麼亂野 就是因為他們的毒品 泛濫的結果 對 因為你知道 據說菲律賓的毒品交易 有70% 75%居然是在監獄裡頭完成的 這麼多 所以他們的預政也規虛改革 所以杜特地這樣做 我覺得本身大概有非常多的爭議 可是在我們旁觀者來看 我希望他能夠把菲律賓的治安變好 因為菲律賓的治安如果變好 如果沒有辦法變好的話 那我們南進什麼 南進談都不用談了 我們看著那菲律賓 我們看著那杜特地 現在這樣嚴刑峻伐 但是你可以注意 半年之後的菲律賓 毒品絕對不會在菲律賓出現 但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到時候的毒品在哪 現在台灣也真的要抓毒 你不努力一點 到時候整個毒品轉運中心 變成在台灣了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說到地球表面上的生物 我說鳥 牠天上飛 鱷魚在這個水中跟著地上爬 如果哪一天跟你說 鱷魚開始可以爬樹了 所有的生物牠都已經開始做 不是牠本來肢體該做的行為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世界會變什麼樣 我們之前才跟大家說 這個鱷魚牠竟然爬著爬著 有這個圍籃牠都翻出去了 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 根據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講影片 才會知道 爬那個圍籃的那個鱷魚 根本殉掉了 而且大家現在有沒有看見 保護色非常好 有沒有看見在一重樹當中 有一根木條看起來特別的突兀 結果那哪是木條 那是什麼 那是看起來像鱷魚 對 真的是鱷魚 牠一定是人家把牠放上去的 這個就是問題來的對不對 人家不把牠放上去 牠怎麼可能會再 牠怎麼上得去 牠那兩隻手 不是 應該說四隻腳 都那麼短 牠不是Monkey 而且牠的尾巴又不像 袋鼠的那麼強 所以大家才很好奇 結果沒想到 他們經過長時間的研究 包含自己去看 包含自己去錄 包含收集一些 大家的這個傳說 鄉野傳奇 結果發現真的 真的 鱷魚會爬樹 鱷魚居然會爬樹了 而且大家猜牠可以爬多高的樹 可以爬到快兩層樓 五公尺 那個真的是太厲害了 而且你跟我說猴子會爬樹 還差不多 對 所以我們才跟大家說 之前我們還跟大家講到 你看牠垂直的爬這個圍梨 我們那時候就已經 折折撐擊覺得不可思議 竟然還國外海友的動物園 鱷魚牠會爬樹 牠用爬樹來大逃亡 所以牠可以爬到樹上 直接跳躍出去 爬到樹上 因為大家都以為 把它圍起來就沒問題 結果沒想到牠竟然爬到樹上 然後再跳下去 牠就獲得自由了 那我們相反來來講 一個慢的動物好了 因為之前的話 因為這個Utopia 就是動物方程式 不是有一個很慢 但是很搶戲的角色嗎 樹懶 對不對 我們不是說這個樹懶 或者我們說樹他 牠幫你蓋一個章要蓋很久 對不對 對 沒錯 但是沒想到 牠竟然跑到發電廠裡面 老兄 那個東西不能轉 你怎麼自己在轉那個東西 牠在做什麼事情 大家看到這邊會不會覺得很怪 那個東西如果不能轉 你去制止牠不就好了 你在那邊錄影 一直在錄是錄什麼意思的 你怎麼不趕快制止牠 就原來牠們的員工 竟然有接到公司的指令 這個是保護了野生動物 你不可以碰牠 所以 那萬一牠這樣轉一轉 就發電廠關了怎麼辦 是 所以你就要在旁邊 牠在旁邊 焦息得要命 等著善後 可是這個樹懶老兄 你轉一輪不是轉很慢 你能不能轉這個東西 看起來轉得有一點快 牠就只好在那邊等 牠反應還滿快的 牠心急如焚 可是牠也只能等 而且等一等牠發現 這個樹懶老兄 好像突然覺得自己 上半身的動作太快 自己都覺得很詫異 然後牠就只好一直等 等到牠轉夠了 牠再離開 看著那樹懶 牠居然會有這麼快的速度出現 但是如果你看到一隻巨大的蜘蛛 比我們人還要大 那你該怎麼辦 休息一下 來揭秘 每一種生物 都有固定的大小跟形體 但是如果說牠超乎你的想像 變得非常的巨大的時候 在你面前 你該怎麼辦 而且大家搞不好還說 是你是騙人的對不對 因為根本沒有這種東西 結果沒想到真的在法國 只有上千人捕獲野生大蜘蛛 牠有20公尺高 然後有7公尺塊 你有沒有看到 已經大概五層樓高度了 是 所以你有沒有看見 資料上是說七層樓 所以其實七層樓 這個大腳塊到底是什麼東西 結果這是人工做的 牠有木頭 有金屬 然後牠是一個展示的過程 但是你看起來 會不會覺得很特殊 牠這樣一腳一腳一走 頂上好像有人的樣子 對 所以其實牠是一個 很有意思的科技 你可以說是一個產品 但是我覺得牠更像是一個玩具 我們看起來都是驚訝連連 看到這麼巨大的東西在你面前 你會害怕嗎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人類是食物連的最上層 但是人類把某些動物給吃了之後 牠的同伴會因為童友被吃掉 而來進行報復的行動嗎 我們才說最近其實有一大堆動物 都出現了一些很特殊的狀況 例如我們上次你不是才講嗎 這個野豬大燉頭對不對 不管是小豬走這個高準 走這個水郡要逃跑 或者是這個大豬跑到海裡面去 但是那個是在日本 接下來我們帶大家到韓國 原來是一隻野豬老兄 野豬為什麼不好 而且有沒有看見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野豬其實牠真的發起狂來的話 誰都擋不了 牠有時候甚至也不怕阻擋 牠也不怕痛 牠就是硬要衝 大家有沒有看見 拿這個推車擋牠照衝 速度非常的快 人擋都擋不住 你看大家現在只有一直拼命串逃 對 你看 連那個櫃子都直接衝過去 不知道是牠開門要擋牠 牠還是透明的牠沒看見 牠其實照撞不悟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當然就有人說 這一隻這個暴走哥 這一隻野豬 牠其實心情可能非常不好 因為這一家店 是專門在賣燒肉的店 牠在吃燒肉 牠的夥伴就是被這家店的人 給吃掉了 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牠其實復仇心切 還是說牠覺得這個味道 牠受不了 感覺上好像哪一桌有人 就往哪一桌撞 感覺上誰在吃燒肉 我就找你的麻煩 所以不知道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可是我們想到 你這個豬這樣發狂 應該就是偶爾發狂個一兩次而已 或者是說偶爾就發狂 那麼一次而已 對 牠發狂也不該在 這個燒肉店裡發狂 更有趣的是 牠之前還在便利商店發狂 牠還衝到便利商店 所以你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所以表示說牠是有目的 有方向的 對 這個野豬哥是怎麼回事 好像對賣吃的地方 你看有沒有看到 那個玻璃直接撞破 但是你看牠在這邊的話 好像沒有在燒肉店 那麼樣的亢奮 為什麼在市區裡面 會有野生的豬跑來跑去 還是從市區裡面下來了 是 大家也是不了解 是怎麼回事 難道牠是循著香味而來嗎 那你就不懂是怎樣 但是有時候有一些動物 牠也不見得是循著香味而來 牠是循著味道或循著顏色而來 牠不是循著味道 是循著溫度跟顏色而來 那怎麼回事 話說我們帶大家到這個冰島去 然後你就看到這是什麼 這個是跑道嗎 這又是另外一種跑道嗎 對不對 剛剛是紅磚道 那這個又是什麼 而且你有沒有看到 剛剛那一段白的 這段好像是紅的 前面好像是綠的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知道 可能他們那邊公路局 想要這樣子比較有特色的公路 還是什麼 彩色派對 做觀光 辦完了以後地上變這樣嗎 立剛你知道嗎 這是生態保育的作為 那個跟生態保育什麼關係 有什麼關係對不對 沒有關聯 是 話說他們其實 在特殊的季節的時候 常常有很多的鳥 就是燕鷗 會停在路上 然後車子開過去 來不及閃 然後就會壯大 當然燕鷗而已 對車子沒有辦法 造成什麼很大的傷害 可是他們就心疼那一些燕鷗 就莫名其妙的亡死 被黏死了 對 然後大家就要想一個方法 奇怪了 首先他們好奇的是 你在這裡沒台沒機 為什麼會停在馬路上 你停在馬路上就很奇怪 馬路上等食物也不對 他們就得到兩個小小的結論 第一個 因為馬路比較溫暖 馬路 站在上面取暖 對 他們覺得可能是陽光 這樣照射 然後他顏色比較深一點點 然後他會覺得那邊比較溫暖 所以燕鷗有時候 好像喜歡停在那一邊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的話 他們發現跟顏色有關係 因為他鋪了駁油的那一種 不是都深黑色嗎 對 他們會覺得 跟燕鷗的顏色 體色會稍微接近一點點 當他把他翅膀收起來 有沒有看見 灰灰黑黑的樣子 所以他們就要想辦法 把這兩個條件給打破 他們採取的積極作為是 把馬路變成彩色的 那我們就跟大家講到 講到說這麼久以前 我們都會講到 生物有很多的大滅絕事件 當然最有名的是什麼 就是6500萬年前 這個終生代恐龍絕種那一次 對不對 但是柯維家 特別是日本柯維家 他們竟然發現了 原來早在兩億年前 我們的時序 才剛從古生代經到終生代 也就是三疊季末期的時候 地球就被大的彗星撞到過 而且大家畫面上有沒有看見 對 不止一次 非常多次 而且這一次的話 他當然一樣通過大氣層 就開始燃燒 整個打下來之後 整個不管是陸地還是海洋 很多生物又大滅絕了 何以見得 他們竟然從很多的化石 以及其中很多的 看起來是微小的 肉眼看不見的這一些 浮遊性的生物 留下來的蛛絲馬跡 他們可以判斷出來 原來不是只有6500萬年前 原來兩億年前就有這個現象的發生 那我們如果再往前推 地球到底被撞幾次 我們現在人這麼多 還耐得了撞嗎 所以其實活在地球上 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 其實危機四伏 看著那地球表面上 好像危機四伏 我的隕石要撞進來什麼時候 你永遠不得知 但說到那海嘯 海嘯什麼時候出現 那當然也是不得知了 不過說到海嘯 就要講到那印尼的大海嘯 12年前的大海嘯 經過了12年的時間 李連傑的女兒當時就遇到了海嘯 海嘯侃侃而談了 對 這個叫Jane的李連傑的女兒 當年是4歲 2004年南亞大海嘯她4歲 最近出現了 在北京接受一個訪問 她已經16歲的 出落的亭亭淤裕 你看這裡面 長得非常像 她那個漂亮的明星太太 立志一模一樣 你看看 非常非常漂亮 好 這個小女生 她除了出來接受訪問之後 她還講說 其實2004年 她差一點就被滅頂 她說當時那個海嘯發生的時候 她說我已經被那個海嘯 捲到海裡面去了 已經捲進去了 她說她爸爸突然出現 李連傑突然出現 就從海裡面一把把他撈起來 你看李連傑功夫是不是很厲害 可是這幾年我們看到李連傑 好像不再是之前那麼英勇 那麼樣的厲害的李連傑了 對不對 對 對 那為什麼呢 李連傑尤其前兩年 2013年她參加 你看這個畫面 她參加一個選秀的時候 大家一看李連傑 這是我那個功夫皇帝 黃輝鴻李連傑嗎 他完全變了一個樣子 你看 變胖了 變腫了 李連傑他是生病了嗎 她後來講了 她說對 差滿多的 她說對 我病了 為什麼 我有很嚴重的假狀腺劑 所以你看她眼睛凸了 整個人胖了 整個人腫了 而且更厲害的是什麼 更重要的是什麼 她不能夠再拍動作戲了 為什麼 她假裝是坑進之後 她要吃一種控制的藥 她說她如果不吃那個藥 她隨時她的心跳 隨時都在130 140 這樣太快了 對 所以她必須吃那個控制的藥 她說你看 所以我吃完之後 吃完之後我就能夠控制 可是我不能再運動了 因為她隨時的心跳 都在130 140 吃了之後還是控制在那個上下 但她如果運動下去 那心跳變得更快了 她就沒命了 她就會負荷不了了 所以她不能運動 所以她不能夠瘦得下來 好 那她在講 其實她在2006年的時候 她曾經就在一個演講裡面 她講說 其實我那條命是撿回來的 為什麼 我在19歲的時候 醫生就曾經宣佈過說 我可能會終身殘廢 為什麼 她19歲的時候 拍的叫少林寺 對不對 陳明座 拍的時候 其實她那時候是腿就摔斷了 就被打斷了 那時候就動了手術 動了6個小時的手術出來之後 醫生跟她講說 那個李連傑 你這個腿斷了 而且你還有很多地方斷掉 你如果再繼續這樣拍戲下去 我告訴你 你可能要終身殘廢做了影 她說師父 醫生 我現在才剛剛出名 你不可能叫我一輩子都不再拍打鬥戲吧 她說沒關係 你繼續拍 因為她是因為打鬥戲而紅的 那你就繼續拍 你就斷 斷無可斷了之後 你可能你就要終身殘廢 可是你知道嗎 這個醫生這個畫質的假奏 她也是沒辦法 後來少林小智 什麼什麼功夫皇帝 一系列黃飛鴻系列一直拍 你知道嗎 她斷過哪些地方 之前不是斷了腿而已嗎 後來斷了腰椎 斷了頸椎 斷了手 斷了鼻子 都斷過 對 都斷過 斷了手 斷了鼻子 任何地方都打斷過 因為她拍這麼多的戲 看黃飛鴻系列 拍得這麼好 這麼漂亮 可是其實全身沒有一個地方 是沒有斷過的 她就講說沒有辦法 斷了之後怎麼辦 接回來繼續打 繼續斷 好 她幫我留下 這麼多的經典畫面 可是她其實是全身都斷過 上一寸一寸接回來 才留下這麼多 偉大的一個作品 當然這幾年 她沒有辦法再拍了 因為她生病 她說我非常痛 我非常苦 可是我告訴你們 不是像你們外界所傳的 外界傳說 李連傑現在都坐輪椅了 她現在出路都坐輪椅 她根本不能動 她說可是我沒有 我沒有坐輪椅 我告訴你 這個世界上沒有難拍的電影 也沒有難做的動作 也沒有困難的 也沒有最困難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我要去幫助那些需要 有困難需要我幫助的年輕人 我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做這件事情 就會讓我非常非常的快樂 所以李連傑 他現在即使生病了 發腫了 發胖了 不能夠再打鬥了 可是她的一基金繼續在做慈善 就像剛剛我們看到她的女兒 Jane Jane她現在在做一些資源回收 跟她的同學 其實這些事也是延續 他們一基金的一個慈善 公益的動作 所以李連傑 她的精神是很可貴的 我們看著那李連傑的變化 我們看到她說那最高點 現在這個時候 已經退居到幕後了 可是我們注意 在這目前很重要一點 就是那攝影機了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有一個國家的選美 那個國家的選美 要選出那第一名 還真的非常的難 想想看 這些嘉力到了最後剩下34名了 這34名你怎麼看 都覺得她們 好像都是那雙胞胎姐妹 那怎麼挑出第一名 李連傑 有些人看法跟你不一樣 他們認為第六十屆的 這個韓國小姐選美 其實現場出現的是34胞胎 34姐妹 怎麼說 真的嗎 我不曉得 我們來看看 這些人為什麼會這樣看 你看來這個不曉哪一號 我就假裝說某位嘉力 再來某位嘉力 不對 好像是同一人 我問你 你有沒有看 那臉怎麼長的都一模一樣 對啊 你看後面 你看後面 全部好像一模一樣 除了衣服不一樣 身高不太一樣 我知道 後面那些可能是蠟像 好 沒關係 我們就來分明清楚 來看一下 我們把它揭取出來 你排得票號出來了 應該可以看清楚 大家在看說 真的 他們懷疑 韓國小姐這個 他們韓國最正宗的選美 可能改傳統了 現在改成雙胞胎選美 或者是姐妹選美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兩個看起來差不多 是 這兩個也看起來一模一樣 其實他們34個是不同的人 但是因為你知道 韓國流行整形 而且整的都一個樣 所以最後他們就上面 就發現都是人工美女的 sample 所以我就是有錯 所以你們就知道 你是在選美 還是在選人工整形美女 其實你從這個文化 你們可以看得出來 我先講 他最後選出12號 12號換成 12號跟別人到底長什麼樣 我告訴你 這很諷刺 人家韓國小姐選美 1955年開始到現在 他們有真善美三的賽事 其中真這個賽事選出來的 第一名才是真的第一名 你不覺得很諷刺嗎 還真呢 這些人這麼假 你知道韓國文化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是因為他們什麼都講真第一 他們為了真第一 不計代價 不計價 不計這個手段 他們作弊都甘願 好 講到這個 我帶你去看一個 什麼叫作弊 你知道韓國女子職業籃球 我最近出現了一個天大的糗紋 糗紋 這個 他們有一個對銀行 一個銀行的職業隊伍裡頭 有一個這個 他們這個女籃球員 他應該是非洲裔的 Chelsea 你說她是非洲裔 非洲裔 你看她皮膚這麼深 她說她有韓國協同 什麼 好 來 我講 韓國女子職業籃球 如果有韓國協同就可以打 我知道 那她一定是入籍韓國 她說她奶奶有韓國協同 好 OK 我們先相信好不好 她奶奶有韓國血統 我們可不可以先相信 好 我們先相信 可是我怎麼看這個臉的輪垢 都不太像有韓國血統 我珍重你的看法 但我們先講 好 結果就富川銀行這個隊伍 就說既然你奶奶有韓國血統 我們直籃規定有就可以打 一定要韓國籍 好 結果你知道她表現多好 我講給你聽 她的表現竟然幫助富川銀行隊 一個人可以攻下15.17分 10.4個籃板 1.24助攻 你要知道這隊 一個女性籃球員來講很厲害 她還奪下新人王 最佳五人等六冠王 這麼厲害 還讓富川這個銀行隊伍 從B級隊伍變成了A級隊伍 現在要朝向第一邁進 來 我剛剛不是說 韓國人傳真第一嗎 對啊 結果你剛剛所有的質疑 全部都是真的 她根本沒有韓國血統 那她說她奶奶是韓國人 她騙人的 而且富川隊也知道她騙人 協助幫她做了三個身分證明 其中有兩個是假的 等一下 富川銀行 居然能夠這樣子做假 目的只為了要 造假的目的只為了要升第一嗎 你現在看他得獎的照片 多不懂事 總而算 比較康的 後來是因為韓國政府認為說 你打得這麼好 那你應該加入我們韓國隊伍 拿韓國籍 難不成他當國家代表隊 對 然後之後出去比奧運嗎 就是這樣子 還真的 結果富川就把三個身分證明 給政府去審查 發現有兩個是假的 現在富川隊的高層全部下台 Teksi Lee逃走了 你說韓國人扯不扯 你他們為了要奪第一 是不是真的不擇手段 好 我告訴你 有時候韓國人最主要 希望第一是要得到別人的尊重 還有一個是因為背負家族 龐大的壓力 什麼叫家族壓力 我們知道韓劇很喜歡 取材於大財團 很好看 你知道最好看的韓劇 其實是三星集團 他們真實的裡面的 珠門恩怨 來 我們知道 現在的社長叫做李建希 他的大女兒叫做李富貞 右邊這個是他的先生 她們一九九九年結婚 可是今年年初他們離婚了 離婚的原因 你聽我講 任幼仔其實本來是他爸爸的保鏢 當時他的大女兒李富貞 就跟爸爸講 他說我不希望 這種就是你安排的婚姻 我希望自己能夠找個平凡人 結果他就跟他在一起了 他爸爸非常反對 他爸一定是希望我們當戶隊的 他爸說在我的面子怎麼掛得住 我三星集團我是首富 後來就逼他的女婿說可以 第一個我先把你變成我的員工 不要再當保鏢了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副董事長 後來還逼他去念碩士 他說他非常痛苦 他在那個孽婦的壓力之下 他非常痛苦 好啦 結果這個婚姻撐到今年 他終於撐不下去了 他跟外人抱 他說我在這個壓力之下 我還輕鬆過兩次 好 他的身價有多少錢 有九百多億 這麼多 好 你是他 你說你在那樣的 三星首富集團下 你要怎麼去當這個女婿 各位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韓國人他為了要爭第一 他不擇手段 除了他的尊重 還有一個我剛剛講的 就是家族 你要光中藥主 對不對 你要出去 你不要丟了我們家族的面子 所以在他們眼中是沒有第二 這就是韓國的文化 我們看著韓國 你現在看到所有的韓國人的眼中 只看到三星這個字 三星這個字 其實已經代表了整個韓國國家了 而韓國的這些民眾 其實他們跟三星 也都脫離不了關係 因為他們這一生當中 包含死亡 包含稅收 還有包含三星 全部都跟他們的人生 綁在一起了 剛剛講到那個李建希 就是總裁 三星總裁的大女兒對不對 我們現在在講 他的小女兒也有事情 這個小女兒叫做李允昕 長得很漂亮對不對 好 他這個身為 他的第三千金你知道嗎 也是極寵愛於一生 他在20歲的時候 你知道他的身家財產 達到多少 1.9億美金 差不多五六十億台幣 已經成為韓國大概富有女性 排名的前幾名而已 可是你知道嗎 他在25到26歲的時候 因為他到美國去 到曼哈頓的時候 就突然做了一件事情 他自殺了 在美國自殺 這上車就轟動 大家就覺得說怎麼可能 韓國這個所有人的 首富的千金 對 最寵愛的小公主 是啊 怎麼會自殺呢 這簡直是韓著金昌食 長大的 長得這麼漂亮 好 然後呢 有儀書 儀書寫的什麼你知道嗎 寫什麼 更嚇壞人的 她寫說 你們聽過那個蝴蝶夫人嗎 那個歌劇嘛 是一個非常寂寞的一個女人 她得不到她的愛情 她的情人 她說這蝴蝶夫人有真實版 真實版就是我 就她自己 為什麼 為什麼她自己說她自己是蝴蝶夫人 對 她遺書裡面這樣子寫 為什麼 原來她們去查 她談戀愛 跟什麼 跟韓國一個上班族談戀愛 你是首富的最愛的小公主 你是跟一個平常的那個 上班族談戀愛 可是她們又沒有像那個印度那邊 有這個種姓的問題 照理說都是人人平等 只是她沒有跟著 門張戶對的人談戀愛 但是你是三星集團總裁的小公主 所以這樣子就說不行了 就不行 好 但是她因為很任性 她是小公主 她就說 可是我很愛她 我們談戀愛 我想要跟她結婚 爸媽說不能結婚 你就是不能結婚 父母就是長對 打死都不能結婚 你好 她就想說好吧 那我就遵從爸媽的命令 對不對 我就到美國去了 可是去了美國之後 越想越難過 越想越痛苦 因為她真的沒有辦法 從她的感情裡面走出來 所以她就在一天晚上 移書寫好之後 用電線纏繞著脖子 就這樣自殺了 自殺之後你知道嗎 韓國媒體怎麼寫 寫說他車禍死了 消息還是錯誤的 消息封鎖了 後來記者一直察覺 不可能 因為在美國也沒有這種車禍消息 為什麼韓國的新聞 寫說他車禍死了 後來他們就說 不是啦 因為這樣子 這個消息錯誤 我們也不想要怎麼出去的 二來我們不想破壞他的民間 三來家屬非常痛苦 所以不要增加家屬的痛苦程度 那麼再講說 其實你看沾到豪門的 其實你以為就飛上之頭變鳳凰嗎 並不是 你知道嗎 韓國有一個堪稱為國寶級的演員 叫做高賢真的 這個女生也非常非常漂亮 好 演過很多戲 演過春日什麼之類的 黎明的眼睛 非常漂亮 身為國寶級的 甚至於是很多人的夢中情人 好 她在19 20歲那時候還選美 韓國小姐選到亞軍 那不錯 好 在24歲的時候你知道嗎 就被誰看中了 被這個叫做鄭勇 鄭勇 鄭勇是誰你知道嗎 就我們剛剛講 韓國三星集團總裁 這個李健熙的什麼 外甥被他看中 看中之後就千方百計 因為就要把他娶進來 24歲加入豪門 因為他也是韓國大百貨公司的 總經理總裁 那不錯 對 因為他是剛剛李健熙的外甥 所以他們也是非常的有 娶進來之後 下不就榮華富貴一輩子了 他們提前來之後做了什麼事情 我告訴你 這個高貞賢 我告訴你 你要所有演藝工作全部暫停 不能做藝人的 好不容易娶進來 你這樣非常枝頭變瘋 好 接下來八年的婚姻 生了一對兒女 但是因為這個老公 也是光明在外 這個老婆真的沒有辦法 忍受這樣的一個婚姻生活 他要求離婚 這老公就想說 這個有證說離婚可以 沒有關係 我就簽字離婚你知道嗎 他得到了什麼 兒女當然得不到 他生了那一對兒女 他給他多少的贊養費你知道嗎 合台幣大概四千萬 以他的身家 好幾十億的身家 他只得到合台幣大概四千萬的 贊養費 這麼口 這麼口 好 可是離婚成功了 那根本是把他給逐出家門 對 他後來 他只好再回去演藝圈工作 再回去拍戲等等 可是他發現 可是八年時間過去了 時空背景也不一樣 他怕人也老了 但是你知道嗎 最覺得什麼 他發現說他常常去 因為都是以前認識的製作單位 都跟你說明天請你來 來了之後又工作又沒有了 為什麼 他明明就被打壓被封殺了 甚至於他拍了一系列的廣告 廣告都拍好了 百貨公司都已經成列了 突然一夜之間被下架 那表示說背後有個力量 阻止了他的一些演藝工作 即使你離婚了 你離開我們家族了 你還是不能泡頭露面 至於你要怎麼過生活 那是你家的事情 好 豪門這麼痛苦 這麼困難 那我們再來講 還有一個更慘的 你知道嗎 這個叫做李再燦 所以我們剛剛講 韓國三星集團總台 這個李建希他的親侄兒 他等於是另外一隻的 就是說他是李昌熙的兒子 好 他被發現 這個在 就是在我們剛剛講的李允興 他自殺之後 後來再過五年之後 他也自殺了 怎麼可能 對 他照理說以後的話 是要承接三星整個集團的 他也是另外一隻的 也是非常非常有情的 他是人中龍鳳 他怎麼最後反而會走上那條路 後來他們自殺之後 發現說他很慘 他已經失業了十年了 豪門之後怎麼會失業 三星集團總台怎麼可能會失業 失業 而且他有糖尿病 甚至他沒有朋友 沒有親人跟他往來 怎麼會這個樣子 甚至於他們去發現說 他後來死的時候 他的臨堂沒有人幫他佈置 沒有人來吊咽 三星的人一個人都沒有來 歸根就底 三星沒有人來吊咽 對 做到這麼決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嗎 他的爸爸就是李建昌 他的爸爸曾經做過一件 對家族非常不利的事情 他的爸爸曾經去舉報過他爺爺 他爺爺當年還在管三星集團的時候 他爸爸為了徵產 曾經去跟政府舉報說 他的也就是說李在燦的爺爺 曾經做過在海外 有些非法的一些金融活動 他爺爺非常非常整體的時候 就把他的父親就以昌見 關起來 他家裡又關起來 不准他出去 對 把他關起來 所以人家說他這隻家族 對他們的整個家是一個蒙羞的 所以你們是被我們品足在這個 我們家族在外的 所以不管你將來 就是說你做任何事情 或者甚至你不得知怎麼樣 我們三星集團的主流系列 還是不歡迎你 所以抑鬱而終 就是這個樣子 在那韓國這個地方 你會看到那三星家族裡面 有這麼多奇怪的事情 在發生當中 但是如果在那印尼這個地方 你就會發現到天際當中 有那藍色的光影出現 那個東西是什麼東西 最近可能是因為天向地變 都不大穩定 我們上次一天才跟大家說 台灣不是有這個閃電連續閃的 打雷了一個小時對不對 結果離我們這邊也滿近的香港 我覺得他們分析數據的能力 很仔細 因為他們既然說 他晚上閃電打了9937次 將近1萬次 他連次數都算出來 我覺得很辛苦 要怎麼算 而且算那麼多 所以他們才發現 他們最近溫度也高 然後閃電又閃 他們從晚上9點 一直計算到隔天的凌晨2點 就記錄了將近1萬次的閃電 因為他們之前剛好沒雨封面 在他們上空的關係 然後他們說 當然這是今年以來 這個紀錄最多的一次 不過他們以前曾經還有過 閃了1萬4千次 更多 所以我才說他們處理數據的 那個精細的程度 竟然會把它算出來 閃了幾次 那我們講到當然閃電 然後有時候還會有一些 天災地變 還有一些地震或者是火山噴發 結果沒想到 我們要跟大家講火山噴發 還不是只有影響到我們人 或者是附近的一些航班而已 竟然會影響到企鵝 火山噴發 企鵝又不在天上飛 但是就是沒想到 還來不成這些企鵝 它是在火山口生活嗎 我們就看到 那附近的火山噴發之後 它可能是一些 噴出來的一些火山灰 還有冒出來的一些氣體 總之他們就開始擔心 因為可以說是在南極 非常大的一塊 這個企鵝的生育地 附近的火山爆發之後 開始對企鵝的生存出現了影響 那他們又很擔心 其實你說企鵝那邊很多 企鵝又聽不懂人話 你要怎麼給它撤離 所以也就是說火山噴發的時候 企鵝它還是不會跑 是 而且再加上他們去調查 又說他們現在剛好在換羽毛 也不適合撤離 而且我也覺得 你如果真的要撤離 那麼多隻企鵝 你要怎麼去撤離 他們目前的話就開始擔心 在這樣子噴下去之後 它冒出來的一些有毒的氣體 然後還有噴出來的這些火山灰 他們就會去預測 可能會對企鵝 產生一些無法挽回的傷害 那這個就很糟糕了 所以他們現在 還在這個搜索哭藏 想想看說我要怎麼辦 怎麼樣可以救這些企鵝 那另外我們也跟大家講到 當然遇到火山爆發 企鵝沒辦法 它走不了對不對 那對我們人來說的話 我們可以想辦法逃 沒錯 但是有些人他就是不逃 他就是硬要去 像我們上次 不是才跟大家說 有追風人嗎 對 也有追火山的人 所以就是說火山噴發的時候 它反而往那邊跑 對 而且它竟然能夠拍出 我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景象 後面上有沒有看到 你覺得這個是什麼東西 你看 這是什麼節慶活動嗎 還是說什麼樣的 新的一些化學藥劑 或者是武器的爆發嗎 可是怎麼會像藍色的光影 對 而且我們不是講到 藍的顏色不是是溫度很高的嗎 不是 它把那個色 我們知道有時候要調白平衡 調一調就變這樣對不對 調都變這個顏色 火帶燒應該是紅的感覺 沒有 這天然的 這就是這樣 真的是這個顏色 對 而且我們當然 這個電視能夠傳達影像 沒辦法傳達氣味 這個是大家的福氣 因為大家說 這可以說是一個最臭的地方 那它是在這個印尼那一邊 很有名的這個 Kawaii劍火山 那這個地方的話 它當然其實每個火箱口 它火箱噴發之後 它會流氧化物 然後會有這個硫化氫 這些東西本來就有毒 而且其實氣味也不好聞 可是他們不知道為什麼說 這個地方味道特別的濃厚 但是更大的重點就是 它的這個白天你去看的時候 它當然就是一般我們看到的 顏色 但是晚上的時候有沒有發現 它竟然是冒出這種 詭異的藍色的光 那這個就很怪 你不要以為藍光是冷光 不是 這溫度也好幾百度 也有六百度 所以就是說這並不是 冷光的顏色 不是 這個其實 那大家就很好奇 有人就會去解釋說 其實我們講硫 它在燃燒出來的顏色 本來就是偏藍紫色的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我們講到 是一個天然的狀態之下 所以就說因為是硫的關係 所以火焰的顏色也變了 對 所以就這樣 當然也有可能 因為有人說白天看起來是紅的 到晚上看起來才藍 當然也有可能是在白天的時候 藍的顏色或許沒有那麼清楚 然後在晚上的時候 看起來就格外的分明 那我們剛剛跟大家講到 這些照片是怎麼來的 就是有人追火山 追的時候去拍出來的 靠近去拍的 對不對 那你靠近去拍的話 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事情 因為溫度很高 而且我們跟大家講到 火山灰 而且噴出來的火山氣體 其實是有毒害 他們有一組專業人員進去拍攝 結果拍攝 毀掉一台攝影機兩個鏡頭 攝影機都會毀掉 這個是很大的投資 對不對 除了這個之外 拍完之後 他們竟然把那身衣服都丟了 奇怪 為什麼要這樣 是被火燒壞了嗎 是 有燒到嗎 不是 是太臭 就是他們覺得 那個味道太臭了受不了 他們覺得應該是怎麼洗 都洗不掉吧 所以算了就不要了 那我們剛剛跟大家講到 他們其實已經有專業的器材 專業的人員 又很豐富的經驗 才有這個膽子去拍 去靠近這個火山對不對 結果現在既然 你沒有這一些裝備 你也沒有這一些經驗 你也可以靠近火山 怎麼靠近 從天上跳下去 那可是要命 那怎麼回事 你是跳火山是不是 是一些特殊的一些部落 或者是特殊的一些風土民情 有這種跳火山的事情嗎 你有沒有看到下面是火山熔岩 怎麼還真的有人在往下跳 我們覺得這個Bungie Jump 這沒想到這個高空彈跳 竟然還有到這麼極限的 沒想到這個極限真的是無止境 萬一繩子鬆了怎麼辦 是啊 萬一那個長度沒算好怎麼辦 不是有人高空彈跳 一跳那個繩子沒算好 人就待到水裡面去嗎 是啊 所以竟然有 而且我很好奇 他們高空彈跳繩子綁在哪裡 那直升機上嗎 那這樣子下去 直升機不會被拉掉嗎 這個重力拉下來 直升機會掉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誇張 所以總之他們就是有人 從事這樣子 我們講到無極限的極限運動 這也是讓人覺得非常的詫異 而且也很擔心他的安危 不過我們也說到 他那個溫度這麼樣的高 那你這樣跳下去的時候 你那麼靠近 那些東西不會被燒壞嗎 所以我覺得他這一種 特殊的這個繩子 比我們一般的高空彈跳 還要再更厲害 也就是說他要耐高溫了 對 另外的話我們剛剛跟大家講到 那這個的話是什麼 這個是高空彈跳 這樣子跳下去對不對 還有人更厲害的 但是這個的話 他就一定要有特殊的素養 跟裝備才行 因為他想要飛越火山口 飛火山口 對 火山口在高熱之下 會有上升氣流很強 那你怎麼飛得過去 而且我們剛剛講 他的上升氣流 可不是一般的上升氣流而已 是高溫的 對 又不穩定 而且可能又有毒 但是大家有沒有看見 他就這樣子飛過去了 他真的飛過火山口 他是一名很了不起的女性 我們這樣看不出來性別對不對 他就是極限運動愛好者 他就跟很多的廠商 而且還有專業人士幫他 然後到大概這個 4300公尺的高空 然後讓他下去之後 他就飛鼠樁就撐開 然後整個就這樣飛越 你有沒有看到 他也是直升機到那附近 是 然後他就開始跳 而且他還要控制 因為飛鼠樁其實是沒有什麼方法 也沒有什麼動力 額外提供給他 所以我們看見 他有不同角度的GoPro 還有其實在飛機上的同僚 幫忙來拍攝 高速下降中 對 所以其實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就會知道 火山爆發非常壯觀 非常危險 沒想到現在極限運動 會想要去親近火山 看到那火山口 等於是像那死神在挑戰 但是說到那西班牙 你就會想到那鬥牛市 鬥牛市每次在神器的 展現它的英姿之時 牛通常是被鬥牛市 最後給刺死的 但西班牙認為那是個傳統 但現在反過來了 鬥牛市反而被牛給刺死了 那又出了什麼事 司弟剛 西班牙的Pamplona這個地方 有一個聖飛奧名 這個奔牛節 7月7號的時候開始了 開始了之後大家都很高興 覺得很刺激 都跑去看 沒錯 但是我跟你講 7月9號馬上就出事了 而且這次出事的不是別人 就是鬥牛市本身 鬥牛市照理說 他對牛是最了解的 是 但是我跟你講 鬥牛是非常非常危險的行動 你只要一個不注意 一個不小心 因為你很難預設 牛的下一步動作到底會是什麼 沒錯 然後你馬上就會受傷 甚至會死亡 這一次這個叫Victor Barrio 這個29歲的年輕鬥牛市 他就開始跟這個牛在那邊 正在表演的時候 表演到一半 這隻牛突然間抓狂 你知道直接回頭 第一個閃過了 你有沒有看到 對 第一個閃過 OK 很英姿煥發 你要知道這隻牛重多少 他重半噸 500公斤 你被他撞到真的是非死即傷 現在看起來都很優雅對不對 對 沒錯 可是你看一個瞬間 他這個頭一擺 他距離他太近 然後整個你知道 這隻牛的牛角 直接插進他的肺部 插到肺部裡面 直接插到肺部 而且割斷他的主動脈 所以後來雖然很多這種牛 是上去把牛隔開 然後把它緊急中醫 但是根本來不及了 你的主動脈一旦被割斷 肺部又被貫穿 你根本就是回憲法屬 到最後你知道 讓人非常遺憾 是不但他喪失他的性命 他的太太你知道 在現場也是跟他其他一堆親友 就看著他這樣子步入死亡 這讓人家非常非常難過 所以鬥牛真的是 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那這位Victor Barrio 他是30年來第一個 犧牲的鬥牛市 其實鬥牛市本身是 已經很久沒有出現這樣的狀況 可是受傷的非常不少 實際上今年也受傷很多人 今年在同樣的奔牛節裡頭 至少已經有12個人已經這樣受傷 還蠻多人的 我跟你講 甚至很奇怪的是 包括一個日本鬥牛市都受傷 日本的鬥牛市 我跟你講這個鬥牛市 它也蠻倒霉 你知道這一批鬥牛一出來 這個奔牛一出來 就算來講 他們應該全部都 一路往前衝才對 是啊 結果不是 有一頭他突然就不往前衝 他一開始出來 就開始攻擊旁邊的人 然後剩下6批那牛 不知道是不是感覺到他的動作 停下來了 大家全部停下來 回頭去攻擊這些其他的人 有一個日本的鬥牛市 結果他本來也是在圍欄旁邊看的 結果沒想到這個牛 突然回頭去攻擊他 根本來不及散 整個就被拋飛到空中 然後掉下去 後來還好他被人家救起來 然後趕快送醫 那目前傷勢還滿穩定的 可是問題是鬥牛真的是 現在這時候 就已經把人趕快送醫了 因為這真的是太危險了 因為你沒有辦法理解 說這個公牛 他大概隨時打正 做什麼樣的舉動 你根本沒有辦法去預測 實際上在去年也是一樣 一位鬥牛市 鬥牛市都是非常有經驗 結果他在鬥牛的時候 一樣 那隻牛你看 他現在在鬥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就啪一下 這隻牛突然之間 就把他整個頂起來 頂起來之後 他沒有吃到他的身體 可是你知道 插過他的頸邊 那個頸邊是有動脈的 頸動脈被刺破 那就完蛋了 所以你看他整個被他頂起來之後 就插破他的頸邊 他馬上大量流血 趕快送醫 其實最後他希望他能夠 保住他的性命 但這個是非常非常危險的事 鬥牛的時候你知道 有鬥牛很多的方式 那有人會出現一個秘密武器 你知道當時這個鬥牛 是拿出這個秘密武器之後 現場所有的觀眾看到臉都白了 為什麼 這是怎樣 是對牛來講太殘忍嗎 還是什麼樣的利器 利剛你猜猜看 他用了什麼樣的秘密武器 那一般的鬥牛是應該拿的 可能都是長的那種劍 對 就是刺的那種槍 直接往他背上插 他拿的不是 我跟你講 他拿了什麼 大家猜猜看 他居然拿的是一個嬰兒 怎麼可能 我跟你講你看 他拿的女嬰 他自己剛出生的女兒 他小孩 對 他拿他小孩帶著在鬥牛場裡面 是 直接就這樣子 可是這是多危險的一個動作 所有人都看傻 剛出生的一個小嬰兒 這個牛 你自己本身性命都可能有危險了 你還抱一個小嬰兒在那邊 那他是說 因為我們家五代都是鬥牛士 將來他也會是鬥牛士 可是我覺得你也不需要這樣 去玩你小女兒的性命 這賭注也太大了吧 其實讓人家想到當年Michael Jackson 不是把他的領養的小孩 直接從陽台上拉出來 這也是非常危險的動作 這種動作是絕對不可以做的 手不小心一滑 可能小孩就掉下去了 所以我覺得真的有些人 可能對自己太有自信 玩過頭 但是問題是小孩子的性命 可不是你自己的性命 千萬不能隨便拿來當遊戲來玩 但是我必須說 不只是鬥牛的這些公牛很危險 就算是野牛 也是非常非常危險的一種生物 看到他絕對不能靠近他 像黃石 黃石公園不是常常會有野牛嗎 那很多民眾就去 野牛很可愛 看起來平常沒看過 我們就來拍照 這一家人一開始 把他還很得意說 小心他會攻擊你 結果他把他撥過來樹桶前進 結果這隻牛抓狂了 你看馬上衝過來 這時候這個 這個拿錄影機的人 根本來不及跑 他們拚了命逃 是 跑根本來不及跑 你怎麼可能跑得贏野牛 不可能 你在這麼短的距離之類 結果他整個被他頂飛了 頂飛出去還好 他被其他人救助 你看這隻牛這時候已經抓狂了 你還在那邊拍還不趕快跑 結果到最後就被頂飛出去 那個根本就是 你來不及防範的事情 那同樣的 另外就算有車 也未必能夠保住你的安全 你看這時候他們開車 結果這隻 你看這隻牛抓狂 直接被你抓下去了 隨便一隻眼流 都至少好幾百公斤 你有沒有看到車子都被頂起來了 是 那整個車被你這樣頂下去 還好他會坐在車裡頭 如果你是人站在外面 你根本沒有命了 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千萬不要開玩笑 這個絕對是很恐怖的 但是問題是在鬥牛場上 或是奔牛截上 我們常常看到牛在追人對不對 對 可是你知道牛的時候 不一定是追人 你看這兩頭牛 他們兩個直接 咚咚咚去追 就蹦一下這樣撞下去 怎麼兩個撞得滿懷 是 撞得滿懷 你看我跟你講 那個牛的撞擊力多大 連他們自己都受不了 兩個你看頭都開始發昏了 站都站不太起來 腦震盪了 是 那個頭昏腦脹 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是我跟你講野牛 真的這種牛在撞擊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 你看這隻小象 他講說我是象 我是所有的野獸都應該怕我 結果他去 他去對上非洲水牛 是在非洲的大象保護公園裡頭 結果這隻水牛直接想 你以為你是象了不起 你有沒有看到象有模一樣 就衝上去了 這隻這個水牛 可能都七八百公斤上頓重 就一撞進你小象 整個都飛出去了 結果這隻小象 一開始還不信邪 想說我是象 我就不信我會被你撞倒 結果還來一次 這隻一飛 整個飛出去 玩完了 整個人吃土 我跟你講後來這隻小象 哭著回去找媽媽 到最後腳一掰一掰的 拜託 你雖然是象 你是所有動物裡頭最厲害 可是你還沒長大 千萬不要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到了野外去 像現在暑假時刻 你看到某些兇猛的動物的時候 最好退避三射以色安全 可是說到這個動物界當中 當然是一個肉弱強食的狀況 可是有些小動物 他在遇到危險的時候 他即將這生命垂圍了 他怎麼樣來脫離險境呢 脫離險境的方法有很多種 但是我們要跟大家講 就是開大絕招 就是沒想到 他竟然可以騰空飛越 看起來真的不可思 這麼厲害 對 我們來看到一下 這就是一個樹蟲對不對 但是大家仔細看 沒想到竟然是 什麼東西騰空飛起來了 感覺上是一隻老鷹 就看到這個 眼看著這個已經是 稻口的松鼠 結果竟然就這樣子飛了 你是松鼠還是飛鼠 可是松鼠怎麼突然之間 可以這樣子跳躍得這麼高 有沒有發現 然後那個老鷹是不是愣住 他一直反應不過來 所以這隻松鼠就被他逃過一劫 因為誰想到 松鼠可以突然跳得那麼高 有沒有 從枝下當中跳上來 感覺上面好像有彈簧床 在幫他支撐 真的是大逃殺 是 但是我們就擔心 希望他接下來落地 或者是接下來能夠 抓到一些樹枝 不然他直接摔到地上就完了 暖硬也很重 對 他也沒有辦法像飛鼠一樣 有皮折幫他滑翔對不對 不過其實我們講到 這些兇猛的掠食者 除了剛剛講到是老鷹 是從天空來的 我們講到海裡的掠食者 我們就講到這個霸主就是鯊魚 特別是大白鯊 我們之前就跟大家說過 大家 現在的人 很多人都很喜歡 追求一些高強度的一些刺激 一些無極限的極限活動 他們就要想辦法去親近鯊魚 有時候 你也不是故意要親近鯊魚的 例如說我們看到這個 他們其實他們就放了這個無人機 可是大家不要以為是天空的 是海裡的無人機 你看剛剛那個無人機怎麼回事 大家有看見嗎 花生是不是太快了 來 我們再看看是怎麼回事 無人機就幫忙做一些 海底的探測 結果竟然冷不防的 一張大嘴巴就這樣咬過來 看來那大嘴巴 真的非常不客氣 是 結果大家都覺得 這個又沒有肉又沒有血的 你怎麼會過來 所以這隻大白鯊是餓得發慌了嗎 結果沒想到就一咬 不過當然他也不是笨蛋 他一咬之後就發現不對 所以他馬上也就走了 可是剛好就 這個畫面就被拍起來 鯊魚在攻擊的時候 真的是立拔山河 只是就這樣撞過來 就咬下去 威力無比 對 真的很可怕 還好就剃走了 不然的話不是就完了斷兩隻 鯊魚嘴巴應該很痛 對牠來說 牠可能也覺得暗 真是太慘了 下次還是看清楚一點 這個食物不好咬 對 另外的話 剛剛這個可能是大家在研究的時候 巧遇 或者是很倒楣遇到鯊魚 接下來這個就不一樣了 牠竟然可以非常近距離的 拍到鯊魚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原來牠們就是要挑戰這個刺激的極限 你就會發現牠們綁了這個魚兒 刻意的就是要吸引這個鯊魚 大家有沒有看見 這個3D的也太可怕了 非常精彩 感覺上就要撞到你身上 原來牠們是在這個耳上面 然後就綁了這個攝影機 然後就直接拍攝 就沒想到這一次就看到的是 這隻鯊魚 牠要抓這個獵物的時候 整個猛力的游泳衝上來 你會發現整個咬到之後 然後還跳出水面 然後再掉下來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一隻海豹 或者你是海獅 或者是你別的動物 或者你是一個泳客好了 你被這樣子一頂再一咬的話 我看這個小命就不飽了 所以其實牠那個力道很大之外 嘴巴又很大 所以我們才講 這個非常有名的 經典的動物戰爛片 就是大白鯊 大白鯊的英文片名 是J-A-W 是J-O 竟然是指牠的嘴巴而已 所以我們就會想到 就是好大的鯊魚嘴對不對 但是是誰說鯊魚嘴巴都大的 鯊魚也有小嘴巴的 怎麼可能 牠要吃東西還有小嘴巴 是 就很奇怪 大家就很好奇 這種鯊魚的話 奇怪牠身材瘦瘦長長的 然後嘴巴小小的 這完全是跳脫了 我們對鯊魚的認知 但是除了牠的身形之外 牠更吸引人注意的是什麼 那一根跟身體一樣長的尾巴 你說牠尾巴跟身體一樣長 很奇怪 牠的尾巴 大家就覺得很好奇 你有那一根尾巴 是當作是要幹什麼 是當作彩帶嗎 是漂亮而已嗎 結果大家發現 那個跟掠食有關係 尾巴跟掠食有關係 對 牠平常的話 牠不會像我們剛剛講的 大白鯊會吃海豹 不會 牠就是吃小魚 我們之前有沒有跟大家說過 我們龍牛峰有放影片給大家看過 我們是不是說這個鯊魚 會用牠前面的那一把劍 去掃那個魚群 對 去掃一下 就掃幾隻魚出來就可以吃對不對 結果牠也是一樣 可是牠是用牠的尾巴 牠尾巴可以講 就類似其魚 而且牠還更靈活 因為牠更柔軟又更長 牠就很像用鞭子 用水 牠就看到一群的魚 然後就用尾巴這樣子鞭打下去 就可以打好幾隻魚出來 原來大家後來才了解 不是每一隻鯊魚的嘴巴 都要很大 剛剛講到 牠這樣是用水 就像鞭子一樣對不對 那我就很好奇了 我們在空氣當中 甩鞭子甩得好的話 會有音爆的聲音 會啪啪啪的對不對 沒錯 那這個長尾鯊 感覺上好像沒有 不可能 誰知道呢 是不是 但是至少牠可以把這些魚打出來 可是水波速度快的話 還是有可能 相對對魚有震撼力 所以你就不知道牠這樣子甩下去 總之牠用這個方法 可以幫牠抓到東西來吃 可是不是每一隻鯊魚都這麼霸氣 有一些鯊魚有一點膽小 怕自己被吃了 畢竟牠也是一種魚 老師 鯊魚是最兇的 怎麼還會有膽小的鯊魚 結果沒想到 牠們其實就有科學家發現 大概2010年的時候 牠們就發現有一種鯊魚 牠現在身體的顏色是很深的 藍色或是黑色 除了這個之外 牠還會發一點點螢光 能夠幫助牠 完全的沒入環境當中 我們給大家看 這是個對比 比較明顯的看得比較出來 牠如果在比較深海裡面 牠發一點螢光 跟那個漏進來一點點的太陽 那個海洋的 或者是太陽的顏色 牠完全竟然可以 融入環境當中不被看見 所以那時候科學家就 這個我要怎麼命名牠 這麼特別 結果沒想到牠的小女兒 就提供了一個線索 他說我們把它叫做 Super Ninja好不好 怎麼回事 超級忍者 牠要把它叫超級忍者 牠怎麼會變超級忍者 因為牠可以逆蹤 牠可以沒入黑暗當中 對 當然後來沒有直接叫這個名字 可是也不差 名字叫做Ninja Lantern 就是忍者又提燈籠的鯊魚 因為牠會暗暗的發出圍光 我們就跟大家講到 這種鯊魚的話 不是跟大家說 牠在黑暗當中 然後會發出圍光對不對 但是我們熟悉的鯊魚 也不是這一種 感覺上好像怕被吃 我們的鯊魚都是覺得很霸氣 又很大隻的 非常大隻巨大的 結果沒想到科學家 最近研究之後竟然發現 這個大隻的鯊魚 每年會集中到某個地方去 你不知道去華山論界 還是去開趴 不可能吧 很怪 外國的 他們不是都多來讀網嗎 英文的資料還把它叫做 這個是 White Shark Cafe 就很像是大白鯊的咖啡廳 或者是他們集散的地方 那個地方大概是在墨西哥 跟這個夏威夷中間的 一塊很神秘的區域 島內的地區 對 他們會全部游過去 然後接下來會沒到深海當中 大家都不知道 然後開玩笑說 他們是不是去咖啡廳 是不是去聊是非 還是去開趴 不過我們之前是不是跟大家說 氣候變遷之後 有些鯊魚不去開趴了 牠留在家裡開烘趴 對人就開始有傷害了 所以其實鯊魚 我們要研究的東西還多的呢 看著那水中的鯊魚 有大有小 但是有些巨大的鯊魚 讓人會感到非常的恐怖 但我說蜘蛛 說到蜘蛛那只有小小的一點點 但如果跟你說 有一隻蜘蛛重達38噸 那你覺得那隻蜘蛛 會不會吃人 事實上這是在法國的 西部的所謂南特市裡面 我跟你講 很多人在9號的時候 上街看蜘蛛逛大街 蜘蛛逛大街了 畫面上面所看到 你不要以為這是好萊塢的電影 因為之前確實有個電影 是這樣演的你知道嗎 但是這一隻蜘蛛 重達38噸之外 牠的整個的長有20公尺 寬有幾公尺 真的看一下 那不是用鋼絲在那裡釣著操作 還是真的蜘蛛 你看牠上面其實做了十幾個人 牠們其實都在操控 整個蜘蛛的狀態 你會說奇怪 做這隻蜘蛛幹嘛 這個蜘蛛其實七年前就被做出來 牠們是當地的一個工廠所做的 真的 沒錯 這一次是應牠們觀光局的要求 說你上街來逛一逛 但是你可以看到有多少人 都在看著這樣的一個蜘蛛 所以我們講說 像以這種蜘蛛來講 說真的 換一個畫面給立剛看一下 立剛你看得出來 這個是什麼嗎 這人的手臂吧 人的手臂對不對 但其實你看看這個地方 隱隱約約的 其實有一個像蜘蛛的東西 牠是一隻兔子 兔子 你近看看不清楚 但遠看的時候 我告訴你 牠就是一個兔子的形狀 畫面上面可以看一下 這個夠清楚了吧 牠是一個昆蟲學者你知道嗎 牠發明了一個叫做蟲蟲紋身蝦 什麼叫蟲蟲紋身蝦 你仔細看 現在牠手上的這個 那個罐子就是牠的紋身蝦 而牠裡面裝著一種動物 叫做Bed Bug 那個叫做臭蟲 臭蟲常常在我們床上 或什麼床墊裡面 常常看得到對不對 小的時候沒感覺 真的 但過幾天應該會壓在隊 因為麻醉點退了 但問題是這樣的一個 紅蟲的痕跡 牠會持續差不多有兩個禮拜 差不多兩個禮拜左右 所以牠影響其實那個範圍還滿大 可是我們現在講 大概會講臭蟲 在床間裡面如果有臭蟲 不是咬得我全身不舒服嗎 就很難過 動物學家也做了一點的實驗 你看畫面上 嘗試常常拿不同顏色的牌子 罐子 讓牠們這個臭蟲在裡面活動 他就是這些吧 是 很噁心 一點嘗試給大家知道一下 其實以臭蟲來講 牠們可能會比較喜歡 黑色跟紅色這樣一個布置 如果你是白色 或者是綠色或黃色 事實上臭蟲比較不喜歡 所以你如果在布置房間的時候 想要避免這些臭蟲或什麼 你就顏色稍微區分一下 不要用黑色或者紅色 甚至是紫色 你也要避免一下 原來牠還有顏色的喜好 是 所以我們再回來看 其實以動物來講 剛剛我們講到蟲蟲對不對 我們到海裡面來 海裡面這個是魔鬼轟 魔鬼轟事實上大家都講說 這恐怖 恐怖對不對 會刺死人的 但是我告訴你 牠其實有智商 牠有智商 是 海洋學家事實上 你可以畫面上面看一下 牠們在水族箱裡面 養了兩隻的這個魔鬼轟 然後牠們會發現到魔鬼轟 你有沒有看到牠現在在幹嘛 悠悠自在 牠在轉圈圈 看起來很悠悠 很自在對不對 我們如果都在水族盒看 就只有這樣很自在 你只敢看一下畫面的左邊 有一面鏡子 好 重點是這樣 你哪邊說牠在看鏡子 過去我們看到很多動物 因為牠可能智商的關係 所以牠如果看到 鏡子裡面的倒影 經常都以為那是別的動物 來跟牠挑釁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上面 牠在鏡子前面 牠可能做很多的動作對不對 除了過去我們看到所謂 類似像靈長類 像黑猩猩 海豚 或者是喜鹊這些 比較高智商的動物 牠們能夠分辨鏡中的倒影 其實是自己之外 很多的動物其實都不行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魔鬼瘡 很特別的地方在哪裡 牠不斷的在回流繞圈圈 對 牠代表什麼意思你知道 牠透過揮動牠的旗 跟牠來回繞圈的這樣一個過程 牠確認那個鏡中的那個影子 其實是牠 牠居然看鏡子來認定說 那個是不是牠自己 所以牠並不會用挑釁的行為 去對鏡中的倒影 星星不就是直接衝撞 對 所以你看牠 把這個魔鬼瘡其實很聰明 所以大家不要說 魚只有三秒的記 你看牠繞了多少圈 都還記得自己 講到動物裡面 我們也要來看一下 2014年其實我們的台北動物園 曾經有過一個影片 甚至登上國際媒體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一個蘇卡達的象棍 你有沒有看到旁邊那一隻 努力的在救牠對不對 牠是在救牠 你看右邊那一隻翻過來 你看左邊這一隻 努力的推推推 感覺上想要把它推過來對不對 對 這個影片導致引起很多人的關注 你看那個手足之情 你看那個感情多好 看到我好朋友這樣子翻過去 做努力的看 我一定要翻回來 翻過來好棒 成功了 大家都流淚了你知道嗎 對 我沒想到烏龜 有這樣的情感 我們搞錯了 你怎麼這麼說 因為動物園這邊方面表示 其實牠們都在幹嘛 你知道嗎 牠們在幹嘛 牠們其實在打鬥 在爭地盤 打鬥爭地盤 把對方推翻了 我幹嘛還要把它扶正 不是 因為其實烏龜 牠的腳比較短 要再接上牠背殼圓圓的設計 牠本來就容易翻車 你知道嗎 牠們兩隻其實在打鬥的過程當中 那一台翻車過去之後 其實另外一隻 並沒有停止打鬥跟挑釁的全 你是因為這樣子 牠其實是還要再去衝撞牠 不小心把它給翻過來 你知道嗎 那又可以繼續打 對 所以你看 畫面上很多烏龜通通都在 其實都在進行打鬥 這是在打架的 而且牠的腿其實很短 你知道牠可以用後凳的方式 讓牠的頭部去攻擊對方 所以牠們這個叫做一個喉盾子 這樣一個攻擊行為 不過我們要跟大家講 所以如果真的看到路上 有烏龜翻過來 那怎麼辦 你真的 我跟你講 你能幫就幫牠一下 為什麼 你知道 雖然牠可以自己翻 但是因為牠的這個 所謂的脹氣跟呼吸氣 其實都在背的這個地方 在腹部的地方 所以當你翻過來之後 市場會壓縮到牠的整個系統 牠會穿牠穿沒過來你知道嗎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好性的話 還是救牠一下 我們看著那棵動物園裡面的烏龜 原來牠們這樣的行動 是有另外一層的意義存在 但在現在的這時候 菲律賓的總統杜特蒂剛上任了 他現在這時候 正在進行的是一個掃毒的工作 而現在菲律賓居 居然有一大堆的人都自首了 不過杜特蒂抓著抓著 連台灣在菲律賓製毒的人 都抓起來了 你看那個杜特蒂總統 上任10天而已 你知道嗎 他為了要跟這個毒販宣戰 竟然已經擊斃61名毒販了 10天就61個被擊斃 而且他公布以前 他們曾經抓過毒販的名單 叫他們說 你整個自己來自首 自己了斷 不要等到我們到時候 又怎麼衝突把你們幹掉這樣 幾天之內 4000多名毒販就來這邊自首了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畫面當中 怎麼那麼多的人 百貨公司特賣嗎 你知道這些人在幹什麼嗎 自首 不是 這些人是在這樣 他跑來自首 而且他寧願在上面寫切結書 我們台灣的犯人 會有這樣子自首嗎 台灣以前就是黑到自首 可是問題是那個是玩假的 可是他們這個是玩真的 這玩真的 而且你看到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上面 還有人站在這個看板上面 這叫什麼知道 留言板 對 上面寫的怎樣 就跟我們以前國小做錯事一樣 我以後不再吸毒 我以後不再販毒 不會吧 你說這些自首的人 還要在留言板上面留言 就站在前面這樣 除了簽名之外 還要在這邊一直念默念 念完之後你要簽名 表示你真的不再販毒 而且警方現在把他們造冊追蹤 以後你再吸毒 你試試看看 所以你知道 路特地不僅對毒販宣戰 而且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在看到 你看到這個畫面是什麼畫面 坐伏地挺身 對啊 新兵入營才要做這樣 伏地挺身 不是 這些人是怎樣你知道嗎 因為杜特地現在 在菲律賓實施宵禁 現在晚上包括卡拉OK 賣酒的對不對 你晚上熱熱熟的對不對 全部都帶回來警察局 我跟你講 帶到警察局 難怪你說這是警察局 這不是警察在做體能訓練 也不是在做比賽 那這些人在幹什麼 這在警察局就是因為你看 你放肚子晚上在路邊 熱熱熟 就全部帶到警察局來 全部在這邊坐伏地挺身 連打赤膜都不行 你打赤膜妨礙風化 會有一些事情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他現在宵禁 對 他現在的宵禁 就做了很多的管理 除了這樣你知道嗎 但菲律賓前幾天才發生 才進行一個全國的掃毒行動 第一滴血你知道嗎 你知道這一次逮到的 查獲的毒品雖然重量不多 可是你知道嗎 齊兵竟然抓到 三個台灣人 三個台灣人被抓了 這三個台灣人 就是專門在教菲律賓制毒的 那這樣子我們現在小英政府 是不是馬上就要把他們引渡回來 引渡那就另外再說了 可是你知道為什麼菲律賓 他們會抓到這些制毒毒罰 你知道嗎 因為當初你知道 台灣在今年四月份的時候 曾經在淡水查到一個毒品 攜帶毒品案 後來把那個嫌犯抓來之後 一問說你這毒品從哪裡來 他就跟你講說 這全部都是從菲律賓來 那時候警方就逼他們 就查出來說 原來他們台灣人 跑去菲律賓在幫他們制毒 所以就把這個訊息 給了菲律賓的警方 菲律賓警方那時候去查的時候 有查到 可是消息已經走漏了 所以人逃了 人都已經跑掉了 可是那個時候查獲的毒品 高達市價七億五千萬台幣 很多 可是人跑掉了 為了這件事情 你知道那個杜特地 在後來還為了這件事情 打電話跟我們的警政署長 陳國恩道歉你知道嗎 說他們警方不利 辦事不利 人沒抓到 因為他那時候在選總統 所以那個警方很多事情 可能在維安工作上 所以他對這個查契的工作 不是那麼的注意 可是我跟你講 為什麼台灣現在的 毒品會抓到台灣人 在菲律賓制毒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就想到說 我去菲律賓 為什麼要去菲律賓 做毒你知道嗎 因為菲律賓的毒品 他們那些人工又便宜 而且又可以收買 那些警方人員 可以走私出去 而且荒郊野外 你制毒那個臭味 根本人家聞不到 所以做一做之後 就在菲律賓就 全部都走私出來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現在除了說台灣要 抓這些毒銷 這些制毒毒販 除了要跟菲律賓合作之外 以後未來可能也要跟大陸做合作 好 那我們講到說 那個杜特地總統上台之後 他對毒銷 開始下這些嚴格的禁令對不對 對毒銷宣戰 對犯罪宣戰 那開始菲律賓人就覺得說 我們是不是有希望 那就開始出來 你知道杜特地那天在馬拉卡南宮 在總統宣誓就職那一天 他們就在拍著他的錄影畫面之後 到了2分44秒的時候 突然間菲律賓的活息 這個地方有沒有 他後面 竟然出現了一個耶穌的臉 真的假的 對 我們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菲律賓是不是天土教國家 是啊 那現在是不是說 杜特地是不是上來 上帝派過來來拯救菲律賓的 你剛剛看 那真的很像耶穌的臉 對啊 就像當初上帝 把他的獨生子派來 世間救眾生一樣 所以現在大家都覺得說 杜特地是不是就是 菲律賓的救世主 那他到底是不是 菲律賓的救世主 我們就要用時間來證明 我們看著 杜特地現在上任之後 這樣的方式在這樣子 管理國家的整個治安 跟整個毒品的這種管制 但是我們台灣 自己要以為借鏡 要不然這制毒大本營 可能就會從菲律賓 移到我們台灣了 休息一下 來揭秘 說到美國的NASA 你就會想到NASA固定在網頁上面 公布許許多多的 外太空拍攝的影像 但說到NASA修圖 你一定會覺得很吊詭 它幹嘛要修圖 明明就是外太空拍的影像 成忠實呈現就好了 但有些東西 好像還真的修過 是 立剛 我們都知道 NASA在火星軌道上面 是有實驗探測器的 最近這個探測器 它上面又拍到了 這個是在北極 那個籍罐那個附近的地方 那個沙格爾山上面去拍到了 你看這樣一定線點點點 線點點點 線點點點點 這難道是一種文字嗎 是一種符號 一種訊號嗎 你難怪誰說這是火星文 它是火星人 要跟我們表達什麼東西嗎 也就是說可能要透露 什麼樣的訊息嗎 但是立剛 如果是你這樣看的話 我真的個人都覺得 他非常非常像文字 可你把距離拉遠 這樣看起來就比較 比較不像文字 不像 對 這樣其實科學家說 這實際上是因為這邊的沙丘 因為火星上雖然空氣比較稀薄 但它還是有風 這邊這個沙丘 它本來是個隕石坑 然後隕石坑形成之後 這個沙慢慢堆積起來 然後這時候它的風向 這樣過來的時候 因為它那個地形的觀點 會限制它的風向 直往一單邊吹 所以吹久就慢慢慢慢 一條一條都要這樣出來 有一些比較 抗風力比較強的地方 就堆成點狀 有一些就變成直雕型了 所以他們認為 這應該不是所謂的火星文 而應該是一種自然現象 但是問題是 NASA發現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自然現象嗎 實際上就很多人 都出來指控過 包括這個Dr. Ken Johnson 這個人 Johnston這個人 Johnston他說他1971年的時候 他就在NASA的一個 部門裡頭工作 當時他負責運送一些儀器 這些東西去提供給NASA 可是他說他經過的時候 他就發現 有一些人在專門做一些 修圖的工作 修圖 怎麼可能 為什麼要修圖 這個很奇怪對不對 你如果說在電視台要做修圖 那是正確的 因為電視台常常有些東西 要做一些特效 對 那NASA做什麼特效 不需要做特效 而且在那種1971年代 還是黑白的時代 對 他當時直接拍出來 寫線出來不就結了嗎 結果不是 他說NASA很多人都在修圖 修圖的那個 他們覺得其實看起來有像 你說剩下的畫面 對 有些像飛碟 有些像月球基地的東西 就被他們修掉了 所以在世界眾人面前的時候 看起來就是一般的 這種岩石狀的東西 你看不到真的 你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 這邊 海濱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一個幽浮 可是你看這個 放哪一下 對啊 那問題是 我們在看到真正照片的時候 你就看不到這個東西 這個地方可能就被修掉了 修掉了 修不給你看清楚就對了 這Ken Johnson甚至說 他自己手上握有五組 就是之前被消掉了 實際上原始的照片在他這邊 那這上面都可以顯示 火星上面是有大樓 甚至有建築物 甚至有幽浮在存在這個地方 你這麼一講那不得了 火星上根本有火星人了吧 NASA當然是否認 可是問題是有 另外一個人又跳出來 誰 這個人叫Hair Hair這個人 他說他自己以前也在NASA工作 你知道他的工作是什麼嗎 什麼工作 他就是負責修圖的 你說圖搭除 是 他本來就是負責修圖的 他修的東西 他最了解了 對 他說那些幽浮 那些月球基地 上面一些奇奇怪怪 看起來所有不合邏輯的東西 他都會把它修掉 然後讓一般大眾看不見這些東西 那他自己本來一開始他就想公布 可是問題是NASA就要挟他 如果你敢對世界大眾公布的話 那你的退休金 我們會把你全部扣掉 那糟了 那甚至還有其他的要挟都出來了 但是問題是也不只他 另外後來有一個 在那個情報總監這邊的 你知道戰術司令部的 情報總監的人也跳出來說 他也看到了很多這種修除的東西 而且修的範圍非常的廣泛 也不只是月球而已 你知道 甚至是有一些其他的地方 比如說這個地方是什麼地方 這叫冥王星 冥王星我們都知道 最近不是拍回來 他比較清晰的照片了嗎 結果拍回來清晰照片的時候 他們說 其實你看他靠近底部這個地方 他這個下緣的地方被修掉 實際上這邊原來可以 如果是圓圖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邊是有火山口 甚至有一些其他 你根本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這代表是什麼 第一個這個冥王星上 可能有我們不知道的特殊金屬 或是其他一些資源 第二個甚至有一些 我們不明白的物體 甚至是一種人造物體 存在冥王星的下緣這個地方 所以就說在這個下緣的地方 有東西存在 但是問題是NASA 為了不讓我們看見 所以都把它全部都修光光 可是我現在看到 只有黑黑的一片 因為被他修掉 你怎麼看得見 也就是說這個弧度來說 有點不太對勁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個地方 是 我跟你講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只要每次你在NASA 提供給你的圖上 你只要看起來像金格狀 那種馬賽克形狀的 不好意思 那大概就是被修掉了 而不是因為解析度不清 因為修掉了 是 所以這個是非常詭異 如果這樣的話 NASA可能修了 成千成萬的照片 我們看著那火星上面的 一些影像 我們看著那火星的畫面 你會想到 未來的地球會不會就是 火星的那個樣子呢 那代表著人類 可能沒有辦法生存下去了 但是南北極 因為之前臭氧層的破壞 破洞現在 好像看似縮小的狀況 但南北極冰冒 現在正在快速的溶解當中 有些科學家就說 到了3000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地表沒有冰了 那個時候許多的島嶼跟陸地 都被淹沒掉了 這一張圖 現在各位看到的 是NASA 它利用搖桿的探測衛星 去感測我們地球的 大氣層當中 它這個臭氧層的濃度 當中用綠色來顯示 它是比較正常的 時間再繼續跑 又跑到1996年 更嚴重了吧 不得了 這個洞更大了 這麼大的洞 這麼大的洞 聯合國又把大家找過來 是 是 大家幫我忙 是不是我們再把這個東西 時間拉快一點 因為好像沒救了 我們是不是讓時辰再縮短一點 完蛋 現在上空應該都破光了吧 那是希望說 在公元2000年的時候 希望我們大家都不要再使用 這種浮綠燙花霧了 那麼因此好像是有效的 我們再看著時間演進 一直演變到今天 這是現在2015年 看起來怎麼跟1979年差不多了 對 又回復了 看起來這個洞 似乎就變得比較沒有那麼大 所以這就是大家會心天 會覺得比較開心一點的 看來這麼些年的努力 對於浮綠燙花霧的這種 有成果了 是有成果的 是有幫助的 當然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到底是什麼是臭氧層呢 距離我們0到10公里 這個叫做對流層 那麼從10到50 這個是平流層 臭氧層就是位在對流層的層頂 平流層的底部 夾在兩層之間的這個位置 也就是說這一段就是臭氧層 對 這個是臭氧層 臭氧層是怎麼形成的 其實它是跟紫外線有關 紫外線打進來的時候 它就會讓O2變成兩個O 其中一個O就跟另外一個O2 就結合了 O3 O3就是臭氧了 好 那麼這個臭氧 既然是跟紫外線有關 於是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就說南極其實 它為什麼臭氧層會破洞 是跟它先天不足有一點關係 怎麼說先天不足 譬如說此時此刻 這就是此時此刻的南極 這太陽怎麼轉 怎麼轉 南極永遠都黑的 對 所以永夜現象 所以就是說這個地方 本來就沒有陽光照射了 那你現在整個半年 都在那邊永夜 那這裡就沒有陽光 哪來的紫外線 於是紫外線不足的情況之下 那臭氧 對 臭氧層的生產量 就變得比較少 所以難怪南極上空 它的臭氧層就變得比較薄 所以大自然本來這裡的臭氧層 就是比較稀薄的 其實這個臭氧層 它是一種氣候因素 氣候如何影響我們人類文明 一開始人類文明 是從這裡開始的 兩河 然後再從尼羅河 然後這邊才開始出現漢草 然後慢慢隨著各種帝國 開始一直出現 我們來注意一下 所有的文明帝國 都在同一個維度 對 都在同一個維度 這一定有關係 這跟什麼有關 這是跟太陽的路設量 跟溫度有關 因為農作物的關係 一直到現在你看 才往往慢慢的往高緯擴大 為什麼文明剛開始 在同一個維度 後來慢慢的往高緯呢 因為我們農業技術 逐漸的越來越厲害了 農作物做的跟重量來說 收成也越來越多了 對 所以我們從一個 歷史上的文明帝國的 建立的這個順序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氣候其實 對人類文明的發展 有非常強烈的這種影響力 這是一個證據 我們再接著來看 那麼冰河 我們離現在最近的冰河期 是12萬年前開始 那麼一直到1萬年前 這個最近的冰河期 才慢慢的結束 我們看一下12萬年前 到1萬年前的變化 這個時候北美洲 你看 其實是覆蓋到美國的 這個五大河 加拿大全部都在那邊 整個加拿大是在冰封的 再看歐洲 斯坦蒂娜 維亞半島 也就是現在的 挪威 瑞典 芬蘭 全部都冰封 還有英國 英國也冰封 歐洲的北部 通通都是冰封在下面 然後才慢慢的退掉 那麼我們來看看 在我們台灣這個地方 放大來看 過去12萬年到1萬年前 本來我們是相連的 黃色線是過去的海岸線 現在的海岸線 可是你看看綠色的 以前海岸線是跟台灣相連的 這就是可以從這個地方 看得出來 然後後來冰河結束以後 才慢慢慢慢退過去了 也就是說可能水位 升長高之後 冰河增到整個大陸棚 反而被埋到水底下去了 然後這個水就慢慢 海面上升了 好的 我們繼續看 從公園的9000年前 到公園前的7500年 你看非洲大陸這裡最特別 沙哈拉沙漠曾經是綠草如荫 對 這裡不是各位所想像的 都是沙漠 它曾經在這個段時間裡面 這裡綠草如荫 其實我們再往下看 公園前的7500年一直到現在 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就是這裡的北極 整個又退縮了 整個又退縮了 而且退縮的速度 非常非常的快 這是我們現在非常害怕的 因為全球暖化的問題 這個現象如果我們再往去推 推到3000年 您剛說到了 不見了 沒有冰 北極不見了 全部退掉了 全部退掉了 那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了 水全部跑到海裡面去了 對 所以說海面就會上升了 這就是我們先看看 如果我們現在再不改善 全球暖化的問題的話 這個就會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格陵蘭島的冰層 也會變成一點點 冰的融化 海平面的上升 地球上面怪異的事情 就越來越多了 但在最近 大家會看到網路上面 有一段影片 這泰國有位模特兒 他的表情動作怪異 究竟是碰到了什麼事情 是 立剛這段影片 最近很多人在轉載 因為這個是一個 長得非常漂亮的模特兒 結果他在上節目的時候 突然說他被一個叫POP 名叫POP的一種 超自然的這種物體附身了 然後就開始那個整個動作 表情都變得非常非常怪異 可是這是在上節目 是 是在上節目 你看他吐舌頭 不然做一些奇怪的動作 他表情 怎麼會在節目上做到做 是 怎麼會這麼奇怪 你這麼漂亮的女生 你應該不會去做這種反應嗎 可是他就真的做出來 然後主持人問他說 那你到底是什麼東西 他說他是一種靈體 然後他就是目的就是 因為他肚子很餓 所以要來吃掉這個模特兒 漂亮的模特兒 那個主持人說 你可以不要吃他 你可以吃別的東西 你可以比如說吃豬血或幹嘛 結果你看這時候 他拿佛教的佛像給他接近 他就開始尖叫 很害怕的樣子 然後主持人一直在勸導他 他說你可不可以離開他 然後這個 像帕普的這個超自然物體 他不願意 他說我是奉命來的 有人叫我來 問他說到底誰叫你來 他又不肯說 所以這整個影片 讓大家覺得很奇怪 難道這真的是 我們一般俗稱所謂的重邪嗎 這個現象 大家看到恐怕也覺得更怪 你知道在泰國的街頭一樣 你看有一個人 他開始在騎摩托車 騎摩托車很正常 沒有什麼好奇怪對不對 可是如果這時候 你跟在他後面 你會捏一把冷汗 捏 你看到沒有 他頭已經歪一邊了 這怎麼回事 然後他脖也是重邪了吧 這樣還可以騎摩托車 而且車子居然扭倒 他繼續這樣可以騎 可是他脖子整個完全歪的 他整個完全歪了 而且你看那個車 好像已經失控了 要去撞到旁邊的東西一樣 可是還是繼續在往前騎 奇怪 這個人到底是 是被人家附身嗎 還是怎麼樣 其實他到最後影片的最終節 他其實到最後還是撞到了 還是撞到了形容 實際上這個人 應該就是太累了 睡著了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能夠平衡這麼久 其實讓我們覺得非常非常 那個是睡著 其實他是睡著 這太扯了吧 對 這個實在是他平衡感 實在好到有點離奇了 但接下來這一段 這是日本發生的一個 據說因為太恐怖了 所以直接播出來之後 就被淨播了 為什麼 這是日本一個外景節目 他們也是探究一些 奇怪的現象 結果你知道 他一到這個小池塘旁邊的時候 這個女外景主持人 突然之間整個人抓狂 然後在那邊倒在那邊 覺得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在那邊一尖叫 然後在那邊抽搐 你看 他整個人這樣 那個表現很像企業壇台 以頭那一的 眼睛都翻過來的 有沒有看到 對 嘴巴也變形了 對 整個非常詭異 所以是什麼 看到沒有 後面有什麼東西 後面出現一個像人一樣的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一個物體 看起來非常恐怖 那個難道說真的 明明跟有一些超出的力量存在 是 那當然製作單位是這樣說 那可是很多網友也質疑 這會不會根本就是 你們設計好的條段 只是因為這個你演員的演技太好了 所以才會讓大家相信 那當然到底是真是假 恐怕只有製作單位自己 本身才會知道 我不看著那畫面 你會覺得說其中真真假假 讓人難得以感到質疑 可是美國航空母艦上面 飛機降落 這可不能玩假的 休息一下 來揭秘 我們說這飛機降落 哪裡最難降落 當然就是那航空母艦上面 最難降落 但美國的航空母艦上 預警機要降落了 這個時候危險的狀況出現了 航空母艦上面之所以難降落 是因為第一個 它跑道非常非常的短 再來就是航空母艦會隨著海浪 上下起伏 畫面上面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一架 E2C的空中預計機 它還在那個標尺內 它本來要下降了對不對 我們知道在航空母艦上面 下降最重要是要有那個攔截索 但是這一架飛機 它的下場很怪你知道嗎 怎麼說 因為事實上它的攔截索 居然是斷掉 這一架很厲害的是什麼 它的這個駕駛員反應很快 它一發現攔截索是斷掉的 結果呢 它馬上加速又飛上去了 起飛成功了嗎 起飛成功了 但是旁邊的幾個工作人員 倒楣了你知道 因為那繩子一斷掉 你看那個勾的力量其實很大 所以一斷掉之後 旁邊有八個人員受傷 有很多都是骨折的 塗得爬到你知道嗎 真的嚴重 而且還有旁邊那個飛機上停的 那個飛機都受損 這個畫面 這個更驚險了 你看它這樣子下去 降落對不對 剛剛什麼聲音 你不知道 它一樣遇到了攔截索 斷掉的狀況 你仔細看 slow motion給你看一下 可是它到了跑到鏡頭那一端 突然出現了一股火光 一個煙塵你知道嗎 你看瞬間斷掉對不對 你們看那個攔截索斷掉 彈回來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 整個瞬間爆炸 飛行員馬上彈射了 你有沒有注意到 可是你看地勤人員 腳也受傷了 旁邊的人一定會受傷 但是如果你沒有拉起來之後 那個飛機 你仔細看一下 這個轉了一圈之後 它的下場就是 你看它繼續滑 沒有任何可以東西 可以來住它的時候 它就掉到海裡面去了 你看旁邊還趕快衝過去 要救飛行員 所以我們在看到說 像這種飛機的這種狀況 尤其在飛行或降落的時候 你知道嗎 大家都講說 起飛的時候是最危險 降落的時候最危險 我們來給大家看 剛剛看的都是戰鬥機對不對 沒錯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明航機有多厲害 這個是POIN 787的這個客機 叫做夢幻型的 你仔細看 它飛上去之後 直接給你做了90度的爬升 不會吧 這是客機 這是客機 POIN 787 你看 從這個畫面看 你有沒有看到 幾乎垂直的往上爬 他把它當戰鬥機在飛 沒錯 他就是用這個方式飛給你看 他真的把它當作戰鬥機 而且他透過室內 這個機內的這個視角給你好 你現在再仔細看 他不只做這個90度的垂直爬升 他現在給你做大幅度的翻轉 我只怕他沒有做 同滾動作而已 你知道嗎 他再翻過去就幾乎 他不要停左右這樣翻轉 給你看 再轉過去就要變通滾了 事實上這個是他們現在 在推出的一個影片 因為他跟日本航空公司合作 講實話 他就是要賣飛機 但是這裡面 你把這個客機當成戰鬥機來開 這個影片後面 居然還加註了一段警語 你知道嗎 他說我們是三個試飛員 這三個試飛員是技術很好 大家沒事不要亂學 我想大概也不會有人這樣學 做著客機 做到這種客機會很恐怖 所以我們剛剛看完空中 我們來看一下陸地上面 在高雄的這個人物 今天發生了一個車禍 這個車禍是你看 然後你仔細看那個畫面 一個吊車 他其實沒有注意到紅燈 他居然還想要轉彎的時候 你看 畫面那個車子這樣開過去 內部車斗全吊了 後面車道都整個派去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講到車子 像這樣真的很危險 大家要小心你知道 可是我們講說 車子能夠做變形金剛 畫面上給你看 這個車子 其實當開在路上 他只有一個骨架而已 但是他在車頂上面 裝了這個所謂的 車頂的環景相機 還有一些光源測定器 所以當他在路上開的時候 你看起來是這樣 可是透過這個 所謂視覺的這個特效 你知道嗎 他可以在瞬間變成任何的車子 他可以變任何車子 也就是說 你說是我們呈現所看到的車子 沒錯 變形了 因為瞬間變形了 而且你想要什麼車 他都能夠變給你看 所以你想想看 你該不會拍電影都這樣拍 現在就以前我們都說 每個電影都炸很多錢對不對 可是現在透過這樣一個環景的 這個技術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車子叫做黑鳥 然後你只要有一個7G的皮給他 瞬間穿上這個衣服 我跟你講 骨架車就變成千萬的超跑 沒想到這車子裡面 居然有這樣的拍攝方式 但是在這飛行器上面來說 做到那種科技還真的滿恐怖的 休息一下 來揭秘 我們說到這人類的科學當中 一個有名的物理學家 愛因斯坦 他可是發明了相對論 但愛因斯坦 他在要過世的時候 居然把許許多多的手稿 都親手把它燒毀了 為什麼 因為他說 不希望人類太快滅亡 而那些手稿裡面 又有什麼樣的秘密存在呢 事實上在1955年4月18號 深夜1點鐘的時候 愛因斯坦 我們大家知道 他其實非常偉大的一個科學家 他因為主動脈流破裂 而離開了人世 可是他的遺體 後來送到這個 所謂火化廠去火化之後 大家也發現到一件事情 他在後面的一些 他最新的科學的著作 他居然一起通通都火葬掉了 為了什麼你要做 這樣的一個決定 是不是你有什麼驚人的發現 事實上我們回推 在這個愛因斯坦他的一生 在1939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當他開始了解到 所謂的核 這個右核的裂變 以及所謂的鏈勢反應之後 他曾經上書給美國總統的 羅斯福 他跟他講說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做原子彈 為什麼 因為如果這樣子的話 德國他就 我們會搶先德國一步 如果讓德國做出來 那可能會陷入一場浩劫 結果沒有想到 在二戰結束之前 美國不是在廣島跟長崎 投下兩顆原子彈 這件事情居然對愛因斯坦 產生了另外一個作用 怎麼說 他從此投身反核的運動 所以也就是說他看著核彈 把人類給毀滅了 沒有錯 可是為什麼他要去做 這樣的一個狀況 好 我們講 美國曾經有一個很有名的傳聞 叫做廢城實驗 這個實驗當時 據說在這個戰艦上面 裝了很多的這個機器 這個機器據說 如果你真的啟動之後 能夠讓這個戰艦給引死 所以就說船消失了 但是這一件事情回推到愛因斯坦裡面 他曾經有提出來一個理論說 可以透過一個方程式 去瞭解核子變化跟時間 跟所謂電池之間的 這樣一個相對的關係 也有人懷疑說 當時廢城實驗 是不是用了他的 這樣的一個原理之後 是做出來的 產生出來的 可能不是讓戰艦隱形 還有有人懷疑 有沒有可能是開啟了時空之門 甚至造成了時空的扭曲 導致了當時的這個戰艦 它不是隱形 它是被消失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 消失的這件事情 我剛剛講說愛因斯坦 其實後來也有講說 他的大腦其實是大腦 身體被火化 可是大腦被切成很多很多片 我們現在講說 被切成很多片 很多人第一個想起了誰 你知道嗎 就是釋迦牟尼 釋迦牟尼當時他得到之後 據說他的屍體 他的身體 也化成了很多的所謂的力 設立對不對 好 在1400年前 他留下了這些頭指鼓 頭頂鼓 指鼓的這些設立的時候 你知道在2010年 畫面上面給各位看到 是考古學家 在南京的大報恩寺的遺址上面 居然找到了這個土流金 七寶阿玉王的塔 而且在裡面找到了兩套的金關 金關外面用金絲給纏繞 但是大家懷疑說 它裡面可能有所謂 釋迦牟尼的頭鼓 因為據說當時 中國大陸曾經蓋了三座的 19座的這個寶塔 要收藏這個所謂的 釋迦牟尼佛的這些 這些所謂的設立 但是這些東西後來流傳到哪裡 都不知道 可是大家會想說奇怪 為什麼會有蓋了 19座的這個寶塔 因為事實上 印度的統治者 董椎企 或者阿玉王 那個時候他就決定說 把佛祖這個歸遷之後 把他的這個身體的部分 分成了84000份 84000份之後 就各自保存在所謂不同的地方 這個不同的地方 到底去了哪裡 其實大家都覺得是一個名 你知道嗎 好 現在回來 為什麼會提到 這個所謂的佛古設立 我們要讓大家再到 另外一個地方叫做西安 西安有一個很有名的一個地方 叫做大燕塔 但我們今天要談的叫做小燕塔 小燕塔其實它已經是一個 千年左右的古塔 你知道嗎 問題是它在歷史上 曾經有一個傳說 什麼傳說 它曾經裂開過三次 裂開三次 而且合起來三次 又裂又合 沒錯 怎麼可能會發生這樣子 小燕塔它新建 是在西元707年的時候新建 好 新建的這個人 事實上當時就有一些傳說了 你知道嗎 首先他所建的這個位置 他是在一個叫做 建福寺的這個地方 建起了這座塔 而建的人 建這座塔的人 他叫做什麼 他叫做李顯 而李顯的媽媽是誰 你知道嗎 武則天 歷史上非常有名的 武則天 那我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首先 這個建福寺是武則天蓋的 但是武則天過世後兩年 他的兒子叫做李顯 在這個地方 另外新建了這一個叫做小燕塔 所以母子在這個地方 一個蓋廟 一個蓋塔 我剛剛一開始講到大燕塔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 有名的不是大燕塔 為什麼講小燕塔 你知道嗎 事實上大燕塔那個時候 新建的時候 是因為這個玄掌 玄掌但是不是 玄掌法師到西方去取經嗎 取經回來之後 當時的皇帝就說 那我就蓋一個大燕塔 可是玄掌之後 事實上還有其他的法師 也去取經了 這個叫做義敬法師 後來取經回來之後 據說也贏回了一些佛古物 結果李顯那個時候就決定 好吧 前面有一個大燕塔 我現在就蓋小燕塔 但回到現在這裡面 講說歷史上的 三次的分分合合 而且你知道嗎 居然在他的這個塔裡面的碑文 名文上面居然有刻 這樣的一個紀錄 說真的曾經裂開 然後又神奇的合起來 所以既然有刻在裡面 表示真有其發生 這裡面當然有一些 當地的民眾有一些傳說 說如果你裂開之後 很有可能是代表這個 大勢不力或什麼 合起來之後就表示 可能會有豐收之年 裡面也有提到說 這個可能代表是國家運勢 結果後來再去考究的時候 發現到其實原來這個地方 曾經發生過地震 因為那個是在地震帶你知道嗎 所以他確實曾經 因為這樣子而裂開 可是大家一定會覺得奇怪 哪有裂開之後 自己又合起來的 那這怎麼有一個原理 總是要講個清楚 後來他們這個科學家 地質學家下去發現的時候 我跟你講在這個塔的底端 居然發現了有設立 塔底端有設立 塔底端有設立 所以有人講說 是不是有可能是佛祖顯靈 那個設立是不是我們 剛剛講的釋迦摩尼佛祖 所以就是說當時建塔的時候 可能底下就已經放了設立了 另外有一個傳說講說 因為我剛剛講說 那個廟的 寺廟的部分是五折天蓋的 人家講說五折天 是女娃娘娘 這個轉世的 所以也有人講說是五折天顯靈 不過地質學家 後來去發現的時候 認為說他的整個地質的 下面的那個土 呈現一個類似像大鐵鍋的樣子 這個塔就建在 這個大鐵鍋的正中間 旁邊土質鬆軟 所以有點像是他的建築物 事實上在一個柔軟的沙巴 上面這樣搖擺 所以每次遇到地震的時候 他才能夠屹立不搖 即便他中間曾經裂開過 但因為硬力作用的關係 到最後才又讓他神奇的複合起來 我們看到了這樣的建築 看到了這樣的一些傳說 可是看著那埃及的古文明當中 你會發現到 金字塔屹立在那邊 但埃及的古文明裡面 也有一些不能說的秘密 其中有一張圖 那一張圖裡面呈現的 是否代表著外星人的存在呢 這一張圖就是我們講的 那種沙巢紙 在上面他們寫上很多古老的 當時法老的象形文字 但這個文字 它是珍藏在 梵蒂岡的埃及博物館裡面 在博物館裡面 對 而且是在梵蒂岡 而且最驚訝的是 從這個整理出來之後 才發現這一段文字 其實敘述的是一段 非常真實的 4500年前的飛碟目擊事件 也就是說這個沙巢紙上寫的是說 當時就在這個圖特摩西斯三世 和他的臣民共同募集了 一群不明飛行物體 也就是我們簡稱的 投文字UFO 所謂的幽浮出現 而且是叫冒著火光的火環 那麼先是它出現在當時 所以形狀也是圓形的 而且還會發亮 它出現在當時 這個圖特摩西斯三世 是它的22年冬季的3月6號 最讓他們驚訝的是 他們在這個生命之宮的上面 忽然看見飛來一個 沒有頭的一個火環 他覺得很奇怪 是動物嗎 又沒有看到頭 也沒有看到尾 那麼當然它這個 噴出的這些火光 還有一種惡臭 然後當然法老立刻下令要徹查 而且仔細地去看 到底有什麼這些可能的來源 沒想到隔了一天 居然出現了一群這樣的火環的光點 那數量滿多的 不但很多把太陽都遮住 也就是它出現的時間是在白天 而且光度非常的強 數量非常的多 那麼當然連記錄歷史的這些史觀 在寫的這些上記文字的沙槽子 它都趴在地上嚇得的 一面發抖一面在記錄 那麼當然這對於古埃及來講 在西元前1500年 也就是距今 已經要4000年前這麼久 三四千年前 他們記錄了一個真實的 所謂的幽浮的目的世界 可是我們在講 一直想找第一類接觸 第一類接觸 真的很困難 但是其實在智利和墨西哥 是曾經有過所謂的 第一類接觸的東西 只不過當中仍然存疑 可是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2003年我們現在看 2003年發現什麼 這一個小小的這個骨骸 看起來你仔細看看它 它只不過不到10公分 其實在埃及不只是沙槽子 發現了過去的 所謂的飛碟目擊事件以外 也有一些直接讓我們 就看到實際的東西 震驚了全世界 你看到這是不是像是 小小的外星人呢 就看起來形狀就跟外星人 沒兩樣了 而且這兩具木乃衣 怎麼會也變成了 好像是外星人留下的紀錄呢 那大家就納悶了 難道真的有這樣 小小的外星人出現嗎 那我們不要講太遠 其實在2003、2007 兩度的在南美洲、中美洲 發現了所謂的疑似 小小的外星人的遺骸 智利也有發現 對 智利是在像一個 木乃伊 有些地方看得非常清楚 沒有腐化掉 沒有壞掉 居然只有15公分這麼大 而且最奇特的是 它只有9對樂骨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連墨西哥也有發現到 對 那我們人是12對樂骨 他總會踩9對樂骨 再來看看墨西哥 墨西哥的話 其實是2007年5月 那麼兩名農夫呢 他們在這個農場的一個捕售夾 夾到了一個當時還活生生的東西 但是昊平哥你有沒有注意到 那這兩個這樣子看起來的圖 對起來還滿像的 但實際上這個地方發現的東西 難不成真是外星人 後來才發現 事實上他其實是圖坦卡門的 一個只懷孕了14 大概到16週的一個 當時流產的胎兒 所以你意思是說 這是還沒生出來的這個人類 對 等於說還沒有呼籲成 所以不是外星人 並不是外星人 但是這個一對比起來 還真的讓大家嚇了一跳 覺得說難道外星人真的存在嗎 而且這麼多奇特的骨骸 那麼在埃及 這已經是太多的神話傳說 讓大家解釋不清 但是從後來發現的這些 這些奇特的骨骸 可是後平哥 你不覺得有點乖乖的嗎 他的整個手指的發展 各方面來說都非常的完整 你說他是還沒有 發育完成的胚胎 可是看起來好像又對不太傷 對 所以這一點 而且你看頭型 重點是頭的形狀 頭也比較大 而且雖然身體他照理講 是一個才在發育中的黑胎 可是真的非常的完整 所有的手指手腳四肢 全部包括他的五官都非常的清晰 再加上了埃及他們古老的這種 就是用亞麻布 然後用各種的香料藥草 所做成的木乃伊 更把他當時的整個皮膚骨架 完整的保存下來 保存下來以後跟這兩句 可能是經過他們沒有好好處理 的這個骨骸對比起來 這似乎還讓我們更驚訝的是 好像這外星人 那現在只能推論說 似乎他並不是這個 什麼外星人的胚胎 其實神奇的埃及不只是 在這些奇特的這些骨雞 還有木乃伊 再來你看到金字塔 你看到我往這金塔上面爬 你知道金字塔 最大的金字塔有230萬顆的石頭 那我們進入到金字塔內部 你看到 狹小的通路狹小 而且是一個斜坡 你的頭還會撞到 頭還會撞到 然後下面的這一根根木條 是後來定的 所以以前沒有木條 沒有木條的話 你知道我根本爬不上來 你也爬斜的 而且現在進去以後 有沒有發現金字塔的內部 這每一個的結構都不同 這一個金字塔你看到沒有 它連內部的這個倒三角的 像倒梯田的 都斜給得這麼好 做得這麼的平滑 你看我的名片 塞都塞不進去 這個縫隙 你看我 觸摸這個石頭 這麼的光滑 這是內部 而且在這個上面 每一個石頭的石塊堆疊的地方 別忘了它不像一個果高積木 只要管外面的外型的堆疊 它內部還要預留通道 密室 還有每一個不同的功能的地方 就讓大家很難以想像 而且裡面這麼暗 他們怎麼施工 對不對 以前你在裡面 如果燃燒了火 那會耗氧 裡面的工人如何呼吸 還有光線怎麼照進來 它沒有辦法上線的 拉電線 發電器 完全摸黑也不能施工 對啊 可是你把火燃燒起來 它又耗氧 裡面的人全部都等於燒炭自殺一樣 然後在裡面更奇怪的是 這麼預熱的沙漠裡面 為什麼這麼涼快 在裡面它沒有窗子 沒有空調 沒有除濕 裡面不是變得更悶熱 不會 裡面反而非常涼快 你看到我挑在那邊 這麼高的地方 這麼大的地方 這是金字塔內部 而且內部共同都有一個石關 現在你看到的是 第二道的哈布拉金字塔 它裡面的石關 居然並沒有木乃伊出現 石關的用途到現在存疑 那當然你看 我現在躺到的石關 給大家看一下 它躺下去剛好 我的身體躺下去剛剛 剛剛好 一個人的 你看現在用夜視的方式來拍 因為裡面非常的暗 那你看到這樣的一個石關 我現在再躺下去給大家看 你會想說 當時這個石關非常的大 如果蓋好的是放不進去的 它必須在整個的金字塔 建築以前全部預先 好像預購建築就已經設計好 先把它放在裡面 放在裡面 然後再開始建築 但這樣的一個浩大的工程 就跟這些木乃伊一樣 留下了千古之名 一個金字塔 你會看到有許許多的 工程美學在其中 而其中最重要的就在於說 細膩的部分 是怎麼樣把它給放進去的 可是說到這全世界 兇悍的部隊裡面 俄羅斯部隊應該可以排名前幾名的 但是有人居然敢惹俄羅斯的部隊 把他的直升機給炸了 惹他的就是ISS 伊斯蘭國的恐怖分子你知道嗎 這個是敘利亞的一架米25的 這個所謂磁路直升機 之前因為其實 伊斯蘭國這些聖戰士們 他們要衝進敘利亞 所以這個時候 俄羅斯的這個直升機 有沒有看到 直接被K到你知道 尾翼被打中了 有沒有看到 以前都是直接打直升機的引擎 這次直接打他的尾翼 好 結果打下來之後 你知道這個伊斯蘭國 他們怎麼說你知道 他馬上發布聲明 他講說我們這些 說要以真主阿拉之名 結果我們在挺進這個敘利亞 帕米拉這個過程當中 居然你俄國的這個所謂直升機 來這邊搗蛋 來這裡挑釁 所以我們這個忠誠的戰士 就把它撞下來 這一切都是要獻給我們真誠的阿拉 直接就這樣講你知道嗎 俄羅斯那邊講說 那他們會不會被惹毛 我跟你講 現在就講說兩個 這個直升機的飛行員 已經殉職了 然後現在俄羅斯講說 我跟你講那如果是這樣 我們再派其他的直升機 再給你進駐過 可是這樣子可能是加倍還擊 是 問題是伊斯蘭國 他根本不怕你你知道嗎 重點其實是什麼你知道 像直升機在所謂的 對地面戰鬥作戰裡面 大家都常常看到對不對 對 但問題是如果直升機 去追不明飛行物體 不可能 這個不可能對不對 追不上 我告訴你 就是可能 真的嗎 這個事件發生在美國的 惡害二洲的信心那體城市 你知道 你畫面上面看一下 這上面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光點 根據目擊者 他的講法是什麼 他這個時間是在7月1號 當地周圍 這個凌晨3點左右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物體 其實如果從空中這樣拍過去 他其實還滿大的 還滿大的 因為他有一個高度存在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好像滯空旋停在那邊 他的動作沒有很快 好 這個目擊者 他講說奇怪 凌晨3點你爬起來 沒事看天空幹嘛 他說我本來在睡覺 結果我就突然聽到 有直升機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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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個聲音 我就醒來了 醒來了 我到窗外看看 奇怪 沒事 誰在那邊飛直升機 就看到那個畫面 好 他看到什麼 他說這個光點事實上 跟直升機比起來 差不多是直升機的10倍大 這麼大 你一定覺得奇怪 所以直升機追上去 不是 你一定覺得奇怪 他為什麼會知道 比直升機大10倍 因為他說那個光點消失之後 居然後面兩架 美國的軍用直升機 就這樣飛過去 他一比那個大小差10倍 這個不明的這個物體 到底是什麼 沒有人知道 他也搞不清楚 這樣大家就奇怪 其他有沒有人 也拍到這樣一個景象 就美國軍方也沒吭聲 是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像這樣子一個不明的飛行物體 事實上過去也都還有你知道 而且你知道這個民眾說什麼 他說我跟你講其實我現場 看到不只兩架 還有好幾架 我只是都沒有拍到而已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事實上用軍用直升機 去追所謂的不明飛行物體 在之前也都曾經有過你知道 甚至很清楚地拍到 是黑色蝴蝶狀的 不明飛行物體 畫面上給各位看 這個是2015年一對父子 在二亥二州 跟肯塔基州的邊境附近 他本來在一個餐廳吃飯 走出來的時候 就看到了天空中有一個 這個東西好 重點在這張照片 真的看起來像蝴蝶 不是你看起來像蝴蝶而已 你有沒有看到 他清楚地拍下那些燈光 他形狀很怪異 你知道那對父子怎麼說嗎 他們怎麼說 他說我告訴你 我看起來我彎彎圈圈 我感覺上看到 看到他的窗戶 看到他的門 連窗戶都看到 我看到他的基建的構造 我都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可是這是美國的飛行器嗎 你知道他甚至講了一句什麼話 你知道嗎 那個我都覺得他已經滴到 我可以拿石頭去K他 這麼低 已經到這樣的一個程度了 你知道嗎 表示他其實要強調是 他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但問題是這個視頻拍出來之後 引起很多人的討論 討論者分兩派 怎麼說 有一派認為說你這個視頻 你現在畫面上這個照片 那是假的 你說說假 你是剪接 故意給他PS上去的 你知道嗎 但是劉淵派的學者 他講說不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 如果從他的光影分析什麼的 我告訴你他不是一個 很刻意去做出來的東西 所以你一直說可能是真的了 但問題是什麼你知道 這一對父子 他們在這個角速 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另外講了一件事 他說了這個奇怪的 蝴蝶形的飛行物飛過去之後 他們也看到了兩架軍用直升機 一直在後面追趕 所以也就是說 美軍也派了飛機上去追了 通常直升機速度沒有特別快 除非他們確定是什麼 這個不明飛行物體 它的速度也不快 所以才派直升機 然後再來就是 它直升機可以近距離觀察 因為滯空的時間會稍微久一點 戰鬥機咻一下就飛過去了 看不清楚 所以我們再回來看 我們過去在講說不明飛行物 大家第一個會想到 神秘的51區 神秘51區最近又特別神秘 你知道嗎 怎麼說 因為最近大家發現到 這上面好像 微安的程度變高了 你仔細看一下畫面 你有沒有看到 有一架黑鷹直升機 在51區上空盤旋著 可是這個地方照理說 都是近飛區 我跟你講它不只近飛 它也飛得很低 我剛剛講說 也就是說這架直升機 可能是從51區裡面 直接升空做巡邏的動作 我剛剛講說 前面有觀察者 他們就看到那個 奇怪的飛行物說 我用石頭就可以... 我跟你講拍下這一段影片 他也講說 我真的也覺得 那個黑鷹直升機 離我非常非常的低 他是不是在執行 什麼樣的一個任務 你有沒有注意到 轉回來 轉回來了 重點是什麼你知道 除了這個黑鷹直升機 在天空上飛之外 他們居然也發現到 你有沒有看到 朝著他們拍攝者飛行過來了 而且我跟你講 不只是這個直升機 對拍攝者來講 他覺得他往他飛進來 他們在觀察其他地形的時候 居然也發現 在這個山頂上面 不同的地方有 狙擊熊的存在 所以51區是不是最近又在 從事什麼樣的活動 所以也就是說你闖入的話 可能就格殺無論 不然你為什麼要進行這樣一個 高度維安的警戒狀況 可是說到台灣最神秘的 應該說就是那起雞了 可是在雲林這個地方 起雞的時候 竟說鬼字 為什麼呢 台灣有一些知名的民俗祭典 包括說我們大甲罵繞 還有東港營網傳對不對 比較少聽到的就是雲林口湖 這個地區有個砍追者 為什麼要砍追者對不對 我們以前講說 他其實是在超渡 這個地方的一些亡靈 你還指說鬼有所蹤的話 乃不為力 否則你會變成利鬼 在這個地方上作亂 這個地方上很不好對不對 清朝的道光25年 那個農曆6月6號那一天 就剛好天上下起了大雨 你知道嗎 到6月7號那一天 那個北港溪跟牛條灣溪 就開始有那個被阻塞 因為那個時候溪流 殺死很多阻塞之後 水 河水就開始暴漲 哪知道大概6月8號 今天剛好就是農曆6月8號 就這一天 你知道嗎 既然發生了大海嘯 溪水已經卡住了 你現在大海嘯上來之後 你知道口湖這個地方 雲林這一代的人 竟然很多人就這樣 被大水淹死了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你看發生了 你其實那時候官方統計說 大概有2300多人死掉 可是民間估計 大概有7000多人 是在那一次的水患裡面死了 那比這樣還估計得更多 因為民間很清楚就是說 為什麼那時候會這樣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時候 所有的棺材跟草席 竟然都買不到 那沒辦法 死了這麼多人那怎麼辦 你棺材草席都沒有辦法鞍葬 那就把它合葬 就變成一個萬人種 那所以以後你知道嗎 我就跟你講說 因為沒有好好的超渡他們 這個地方就後來就開始發生 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什麼牲畜 無緣無故的被咬死 或怎麼樣家裡面的人附身 所以他們那時候 就想到很多方式 後來才會有刊追整這種儀式 就是用一些竹滅對不對 弄成那個一人高的 一公尺高的那個東西 一萬多個就擺在 就在祭典的這一天 擺得到處廣場 來街道 到處擺得滿滿的 就是要操住 在這邊唸經 就是要操住當初死的那個 而且更神奇的是怎樣 在那一天 看追整那一天 儀式一開始的時候 只要你今天運勢比較差的 或巴士比較輕的 到這個現場去看的話 會怎麼樣 你知道很多人 就好像有類似奇蹟 你知道 被附身 就開始抱著 到了那個地方 你反而會被附身了 對...你看那個畫面 剛才就有人抱著那個追整員 就在地上這樣 就這樣點點點 跳... 有的人還會跑去撞牆 撞地上這樣 撞得頭破血流 人家就講說 因為在這個地方 那個亡靈那個時候 還沒超渡完之後 那個亡靈在這個現場之後 所以他會附在這些 離雲比較低的人 或者是巴士比較輕的人的身上 甚至曾經還有發生過 這些人 你看 現在畫面中裡面看到這些人 他們是什麼回事 他們根本就是已經被附身了 根本自己沒有意識 所以他們並不是自主的跳 而是被控制的在這邊跳 對...已經被控制 所以曾經還有人在這個現場的時候 還講出自己當初 當年被水淹死的那個慘狀 所以就跟你講說 在這個地方 而且你知道嗎 為什麼那個地方 因為很多人會有附身的現象 所以去參加那個 砍椎症的儀式的時候 你一定要看說 那一天日子沖煞的是哪一個生效 而且在現場的話 絕對不能講鬼這個字 這個字完全不能說 對 好 我們講到這砍椎症對不對 我們剛剛還有講到說 屏東東港的營王船祭對不對 其實王船祭也是一個 很有名的民俗祭典 當初為什麼會營王船 就是也是清朝 這個是更早 在康熙45年的時候 突然間東港竟然飄來 一塊大木頭上面寫著 寫著東榮溫祭 那就是人家講說 這個應該是溫府王爺 他就想要在這邊定基的意思 所以才會在這邊蓋起東榮宮 祭祭溫府王爺 那你知道嗎 那每年的燒王船 其實也有很多的禁忌 王船為什麼 他要先去遶境 要擲筊 告訴我們在這個地方上 遶境的那個時間 跟怎樣遶境的那個地點 怎麼走 那個時候你知道嗎 他遶境的時候人家講說 這是把地方上的一些 不乾淨的東西 不乾淨是不是 一起帶走 對 一起帶走 因為剛開始是把瘟疫帶走 現在是把一些 不乾淨的地方帶走 好 那個時候幾年前 在屏東這個地方 有一個本來是 溫府王爺的一個班頭 他哪一天突然間嘻笑 他到處跟人家講說 他是神明降世 對不對 就叫人家講說 溫府王爺已經退位了 現在你不用去信他 要信我對不對 而且他去廟裡面 拿了溫府王爺的那個符 就跟人家講說 這種符有什麼用 竟然在那邊 他直接從溫府王爺 廟裡面講這話 對 而且就有一天 他跑去廟裡面 指著那個溫府王爺的神像 大罵說你應該退位 現在我神明降世 大家應該來拜我才對 那時候地方上的一些人 就覺得說 溫府王爺怎麼會現在 變得這麼柔弱 這個人竟然對你大不敬 這樣罵你的話 溫府王爺沒任何的反應 對 你竟然沒有對他 有任何的制裁或什麼 那我叫我們以後 怎麼樣去幸福 你那個溫府王爺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 大家就開始在笑說 這個廟已經不興了 神已經走了 可是很奇怪 那一年剛好遇到王爺寺 就在贏王爺的那個當下 就贏贏贏 大家你知道那個王爺送出去之後 所有的人要不能回頭 要趕快往回走 不能再回頭去看那個王爺你知道嗎 就當這些教旨神教 這些公班的人 送走了王爺 點燃之後送走王爺 回來的時候 神剛好經過那個 剛才我講過那個班頭他家門口 對 竟然他家門口就擺起那個白杖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那個法師 竟然就這樣死掉了 就是在燒王船這個時候 出去的時候 剛好時間這麼湊巧 哪不成也一起帶走了 對 就是人家後來講說 原來你看 你還是對溫府王爺不敬的話 神明還是會把你帶走 所以希望說一般人 不要常常對這種神明 有這種不敬之意 我們看著台灣 這一小塊土地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有許許多多的一些 民間的一些信仰 跟一些傳說存在其中 但是在全世界各地來說 日本那邊也有 許許多多的傳說存在 甚至你如果遠到了 中南美洲的亞馬遜叢林當中 裡面也有許多不可思議的事 我們今天就把整個東西方半球 兩個地方奇特的故事 一次讓大家聽了夠 其實就在亞馬遜 我們實際到那邊 我們知道亞馬遜和Amazon 是他們的母親之河 但是也是有很多的亡靈 所以也就是當我們到那個地方 遇到了各種在河上的災難的時候 他們也是會做類似 像剛才講雲林口庫的 堪椎整類似的這種儀式 而我是親身自己經歷 就是當時我們的船 在亞馬遜河沉下去了 雖然我們很幸運的 在黃金30秒逃出來 爬到另外一艘船上 但是當地的民族 尤其這群叫做Jaguar族 Jaguar族不是大家開的 那個機架的車而已 它真正的美洲豹的民族 真的美洲豹 非常的勇猛 但是他們也非常尊重 他們古老的傳統 也就是說在當時 他幫我做了一個完整的一個 所謂驅水鬼的儀式 那麼當然我們知道 各種的天災地變 或者是戰爭人禍 那麼總是會有很多的 有著非常高怨念的這些冤魂 不只是亞馬遜河 他們有他們的傳統 來做驅水鬼的儀式 可是到底有沒有鬼 在日本他們卻深信不疑 首先就來看看 其實日本有好幾個 所謂的很恐怖的鬼地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這些地方 有的都已經廢棄了 可是如果 膽子大的人要去探索的時候 還是有人敢去探索 還是會發生一些奇怪的事 我們就來看看 這些詭異八地當中 其實有一個就是 所謂的舊吹上隧道 那麼其實他現在已經 不能再開車進入 那麼在這樣的形象 他們只能夠用 走路或騎腳踏車的方式 可是別忘了在這個地方 要很大的膽量 他們當時四個大學生 畢業生他們就去那邊 還故意分成兩組 當然這個故事 當時傳遍了日本 他們結果 他們進去以後 是感覺到怪怪的 他們另外一組人沒有進去 看了那兩組進去 出來的時候腳都軟了 嚇得趕快倒車 但你看進口處 在外面的這個道路 必須U-turn 就是原地回轉 當他們回轉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立刻的轉出去 要慢慢的轉彎 再倒車回去 就來這個時候 他們發現 有一些很恐怖的人 在他們的玻璃車窗外面敲 他們嚇得半死 還好最後整個逃出來 但這種陰森的感覺 不但容易拍到 奇特靈異的影像 最主要是 也讓他們簡直魂飛魄散 再來我們就要講一講 就是東京鐵塔 東京鐵塔也有事情 很有名 而且東京鐵塔當時 不是觀光景點 對 我們都覺得東京鐵塔 觀光景點有什麼特別 但別忘了東京鐵塔 從它開始蓋 它就有話題了 因為它其實 它在1958年的10月14號 完成的時候 它故意蓋得比巴黎鐵塔高 也就是找它29年的巴黎鐵塔 為了當時博蘭會 蓋的巴黎鐵塔300公尺 它就故意蓋了33公尺 故意比它高33公尺 但是當時因為是在 這個韓戰之後 所以他們當時就是把 很多的那些坦克 還有一些就是那些 當時的一些戰車 還有一些M-26的對地導彈 導航飛彈的這些融住 那些鋼材因為戰爭結束了 對 所以就把它融住了以後 來建這個鐵塔的一部分 但是它四隻腳 居然有一隻腳 是架在什麼地方 架在以前一個寺廟的墓地上 而且這個墳墓的墓地 以前也是一個刑場 有很多人冤死在這裡 所以常常有人在這裡 就會看到 有女生從這個鐵塔上面衝下來 或者說是底下有一些少女 穿著和服在那邊行走 那麼當然這個地方 還有一些像墓地那個地方 傾斜 都是這個東京鐵塔奇怪的地方 另外我們就要再講一下 1651年到1871年 這整整這個22年當中 它作為的一個 所謂處決人犯的 十萬人這個地點 這個地點也是很奇怪 因為他們常常就會看到一些 這個白色的鬼影 或者是女人的靈魂 那麼這個地方 它當時據說這個處決的人 超過了十萬 那就也就是有很多的這個冤魂 尤其是在那個手洗井這個地方 因為當時砍箱人頭 就是掉在這一個這個洞裡面 所以這個地方 就常常有些奇怪的事情發生 所以你看現在都立起來悲 甚至後來你知道 它現在是最繁華的地方 我們看到在日本 有這樣的一些神秘的事件 在那個地方發展 但是在我們台灣這塊地方 說到嘉義 嘉義堂場 大家可以注意到 那個地方的腹地非常的大 但是在日據時代的時候 那個地方有黑狗筋在作祟 那時候該怎麼辦 嘉義不止這個蒜頭堂場 其實在日據時代就很有名 你知道嗎 因為它在這個地方 因為有自己的理髮廳 有自己的生活圈 學校 所以地方不大 那時候被稱為明治寶庫 就是表示說日據時代在這個地方 是非常漂亮 非常好的一個地方 可是你知道嗎 這個堂場雖然 剛開始大家生活得很好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這個堂場 成立沒多久之後 就開始慢慢的 怎麼會發現這個地方 開始慢慢漸漸的不平靜 為什麼不平靜 這個常常那個機器 新的機器來了對不對 沒多久之後 他們在製堂的過程之中 這個機器常常無緣無故就故障 剛開始機器故障還好 修一修就好了 對不對 可是到1911年那個時候 這個蒜頭堂場這個地方 他開始要弄一個酒精工廠之後 這個地方問題就更大 就常常表示說 有些開始變成說 不僅機器會常常故障對不對 連這些員工常常在工作的時候 不是手被扎傷 或者是從那個什麼倉庫的 那個頂端掉下來 那什麼公安事件不斷 就一直發生這些事情 那不平靜大家心裡面 就毛毛的了 對 那個時候民眾就常常講說 就跟日期的主管講說 能不能請我們台灣的民間的信仰 請媽祖來這裡 稍看 看 稍息 日本人當然不答應 日據時代說他們是黃明化 他們是要求你台灣的百姓 你一定要去信仰日本的宗教 那怎麼可能 他們還把所有的神像 民間神像都收繳過來 怎麼可能還讓你去 請媽祖來這邊拜拜 可是老百姓沒辦法 那些堂場的工作人員沒辦法 慢慢的連附近的他們家眷 工廠員工的家眷也都開始 不明的病痛 你知道嗎 那事情越來越大條囉 地方上就開始傳出來說 這一定是有那個什麼 妖精作祟 後來慢慢發現說 家裡面的那個家禽 對不對 雞 鴨什麼東西 半夜的時候怎麼早上 聽到那個雞鴨一直狂叫 昨天早上起來 那些雞鴨都被咬死 被誰咬了 那到底是什麼野獸 後來人家就覺得說 應該是黑狗精作祟 因為那個狗精 可是那個日本的主管 還是想說 還是不信心 有一天晚上他就跟了一些朋友 去喝酒 去應酬 日本人喜歡喝個小酒 回去堂場宿舍的時候 他走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突然間看到一隻黑狗竄出來 對著牠狂吠了幾聲你知道嗎 牠那時候還這樣子酒意 還想跟那個狗輸命 可是他竟然全身開始不舒服 牠好不容易勉強回到宿舍 隔天完蛋了 生病了 爬不起來 這個時候牠才知道說 地方上傳說的這些黑狗精作亂 是真的 這個時候日期主管也不能夠鐵齒 就答應他們說 不然我們一請好了 就請了 他們就只好去附近 圖子最有名的就是佩天公 對不對 就請了佩天公的那個三媽 就出來這邊巡視 你知道嗎 而且那個時候他們就開始 請雞同就講說 可不可以請三媽來看看這個湯場 到底有什麼問題 那個時候三媽竟然就 騙雞來那個雞同就開始化符 降了幾道那個梨頭符 他們就講說這個符貼在那個 神教上 那有壓制住 對 就把那個神朋友 把神教弄好之後 他們那一天就雞同就起雞 跟一些人就開始擔著這個神教 就到這個堂場進來看 就走走走 奇怪 一進堂場的時候 竟然看到前面有個小池子 那雞同就開始 他拿著那個神教開始狂跳 就往那個池子裡面衝進去 你在那個池子裡面就開始 就開始好像什麼打鬥的跡象 水開始漸 大家就嚇一跳 怎麼看到那個水池裡面 突然間怎麼會這樣打成這樣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那個媽祖神教竟然就 雞同就抬著他上了岸 上了岸大家就覺得說 是不是發生什麼事情 往前一看就發現那個神教 那個守教前面就是媽祖 正前方 竟然有一塊骨頭 上面還長著狗毛你知道嗎 他們就講說這個是不是 對 就是收服了這個黑狗精 後來還有一個傳說就是 那個媽祖在收服這個 黑狗精之後對不對 他本來想要說 想說你這個黑狗精 在因緣際會之下 已經修煉成精 那很不容易 那我如果把你滅掉之後 那是不是就沒有悲天悲人的心 所以他想說 可不可以收服你當我的部將 所以那個時候媽祖還伸出手 要去撫摸那隻黑狗精 哪知道那隻黑狗精太頑劣 轉頭就往那個媽祖的食指 就把它咬下去 另外一個傳說是說 那個媽祖要去摸那隻黑狗精 那黑狗精竟然轉過來用爪子 就把那個媽祖的臉 抓了一塊下來 後來那個神像 臉上就有一個疤你知道 怎麼修補就修補不好 可能是黑狗精抓的 對 可能就是當初那個黑狗精抓 而且真的在那個副佩天公裡面 就是後來因為在堂場裡面 也設了廟 就把這個媽祖供奉在這邊 就叫做副佩天公 因為這是佩天公 他是副佩天公 真的那個神像的右手食指 是斷了一節 所以人家就說 這個傳說當初是真的 剛才講到說媽祖 本來要馴服這個黑狗精對不對 讓他當了部將 可是黑狗精頑劣不聽話 還咬了媽祖的手指頭 所以後來媽祖就這樣子 請那個雞頭 準備油鍋你知道嗎 只好把這些黑狗精的骨頭 勝負的骨頭 丟到那個油鍋裡面炸 直接去炸了 對 因為對於這種僵屍 或者妖精這種之類的 用神明就用那個油鍋炸 這樣炸的話才能夠把它 殺死之後 而且永不得翻身 從此之後 你知道這個蒜頭堂場 這個地方才平靜下來 沒有再發生任何的意外 我們看著台灣 有許許多多的一些民間的習俗 但是有些東西 你還是非信他不可 休息一下 來解密 說那KGB 你就會想到那些情報人員 都是非常隱秘 非常低調的 但是如果說情報人員 他們結訊了 PO東西出來了 這下子不是把自己的身分 給曝光了 過去大家都講說情報人員 要秘密行動 你才可以順利達成任務對不對 當然 但是居然有一群菜鳥特工 莫名其妙到一個極點 太開心了 因為結訊了 我終於是個情報人了 居然開大車 逛大街 甚至還打卡 標註姓名 畫面上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俄羅斯的聯邦安全局 簡稱FSB 他們有一大堆 大概50個左右的菜鳥特工 好不容易經過嚴格的訓練之後 你看他們都開什麼車 賓士啊 賓士的這種車 觀眾朋友 我跟你講 這個幾乎有百型的 但是你知道嗎 他們租了30台這種車 這麼多啊 租了30台車也就算了 你有沒有看到 七八百萬台幣一部 我實在不太知道 一大堆黑車在街上走 大家會聯想到什麼 但是這些人 不但這樣開車逛大街 慢慢開 塞住交通 還按喇叭 你知道嗎 支通圖還停在那邊 真的是非常的Over 而且更誇張的是 他們自己拍這個影片之後 還拍照 拍照完之後 上傳到這個 所謂的社群軟體裡面去 然後還標註說 代理綱 康仁俊 蓬花幹 丁學偉 偷偷的跟人標起來 那美國FBI不是都知道了 莫名其妙到幾點 美國CIA更要知道 這些人名字 你知道他們這個聯邦安全局 退役的那個少將局長 直接罵這些人 你根本是在叛國 莫名其妙到一個極致你知道 就連普丁他自己 都覺得很鬥爛 因為普丁他自己曾經當過 這個聯邦安全局的局長 結果大家覺得奇怪 為什麼你這個聯邦安全局 應該講實話 特工應該都是 經過身經百戰或什麼的 你怎麼搞到最後 這麼高調的這些年輕人 後來才發現 你知道聯邦安全局前身是什麼 你知道嗎 KGB 國家安全局 當然 KGB不得了的 但問題是蘇聯解體之後 KGB也解散了 很多優秀的人才 都被民間企業給挖走了 所以就是說他們現在裡面的人 數字比較差了 不能這樣講 只能講說他們沒有辦法 遭到好人才 所以這些人這種光大街的行徑 實在是讓人家覺得很鬥爛 他講到這個所謂FSB 我們要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女孩子畫面上面 非常的亮眼對不對 她代表白俄羅斯 其實曾經得過冬季奧運的 三面金牌 這麼厲害 那奧運選手 厲害了對不對 這個叫做東拉雪王 她今年29歲 而且你知道她創下兩項的 所謂運動的紀錄是 把這個越野滑雪跟射擊 通通都連在一起 所以她在這個索契奧運裡面 拿到了三項的金牌 結果後來現在才被發現到 那我們剛剛為什麼要先講 FSB這種特工 因為她本身就是特工 什麼 他難不是FSB 而且後來當她得到了金牌之後 她現在晉升成為軍官 你知道嗎 她本來在白俄首都 叫做明斯克這個地方出生 但是她在西伯利亞長大 結果她講說我因為愛國 所以我代表了這個白俄 來去參加這個所謂的冬季奧運 但是後來大家才發現到 其實東拉雪王 你講的是比較簡單 因為在白俄這個地方 基本上冬季奧運的這些項目 都是被這些KGB IFSP 他們所把持住了 但是也因為她得到金牌 讓大家發現到 她真的還滿厲害的 智慧美貌跟這個體育通通都會 我們可以看到 有一個國家的選美 那個國家的選美 要選出那第一名 還真的非常的難 韓國小姐選美 其實現場出現的是34胞胎 34姐妹 怎麼說 真的嗎 我不曉得 我們來看看 這些人為什麼會這樣看 你看來這個不曉哪一號 我就假裝說某位嘉莉 再來某位嘉莉 不對 好像是同一人 我問你 你有沒有看 那臉什麼長的都一模一樣 對啊 你看後面 你看後面 全部好像除了衣服不一樣 身高不太一樣 我知道後面那些可能是蠟像 好 沒關係 我們就來 分明清楚 來看看看一下 我們把它揭取出來 你排了票號出來了 那應該可以看清楚 大家在看說 真的 他們懷疑 韓國小姐這個 他們韓國最正宗的選美 可能改傳統了 現在改成雙胞胎選美 或者是姐妹選美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兩個看起來差不多 是 這兩個也看起來一模一樣 其實他們34個是不同的人 不同 但是因為你知道 韓國流行整形 而且整的都一個樣 所以最後他們就上面就發現 都是人工美女的模式 結果就是有種事 所以你們知道是在選美 還是在選人工整形美女 你知道韓國文化 為何會變成這樣子 就是因為他們什麼都講真第一 他們為了真第一 不計代價 不計價 不計這個手段 他們作弊都甘願 好 講到這個 我帶你去看一個 什麼叫作弊 你知道韓國女子職業籃球 最近出現了一個天大的醜聞 醜聞 這個他們有一個對銀行 一個銀行的職業隊伍裡頭 有一個這個 他們這個女籃球員 她叫Chelsea Lee 應該是非洲裔的 Chelsea Lee 你說她是非洲裔 非洲裔 你看她皮膚這麼深 她說她有韓國血統 什麼 好 來 我講 韓國女子職業籃球 如果有韓國血統就可以打 我知道 那她一定是入籍韓國 她說她奶奶有韓國血統 好 OK 我們先相信好不好 她奶奶有韓國血統 我們可不可以先相信 可是我怎麼看這個臉的人 可不可以都不太像有韓國血統 我真有你的看法 但我們先講 好 結果就富川銀行這個隊伍 就說既然你奶奶有韓國血統 我們直籃規定有就可以打 一定要韓國籍 好 其實你知道她表現多好 我講給你聽 她的表現竟然幫助富川銀行隊 一個人可以攻下15.17分 10.4個籃板 1.2次助攻 你要知道這對一個女性籃球員 來講很厲害 她還奪下新人王 最佳五人等六冠王 這麼厲害 還讓富川這個銀行隊伍 從B級隊伍變成了A級隊伍 現在要朝向第一邁進 來 我剛剛不是說 韓國人全身第一嗎 對啊 結果你剛剛所有的質疑 全部都是真的 她根本沒有韓國血統 那她說她奶奶是韓國人 她騙人的 而且富川隊也知道她騙人 協助幫她做了三個身分證明 其中有兩個是假的 等一下 富川銀行 居然能夠這樣子做假 目的只為了要 造假的目的只 為了要生第一嗎 你現在看他得獎的照片 多不懂事 怎麼說 比較康的 後來是因為韓國政府認為說 你打得這麼好 那你應該加入我們韓國隊伍 拿韓國錢 難不成他要當國家代表隊 對 然後之後出去比奧運嗎 就是這樣子 還真的 結果富川就把那三個 那個身分證明給政府去審查 發現有兩個是假的 現在富川隊的高層全部下台 測試力逃走了 你說韓國人扯不扯 你他們為了要奪第一是不是 真的不择手段 好 我告訴你 有時候韓國人最主要 希望第一次要得到別人的尊重 還有一個是因為背負家族 龐大的壓力 什麼叫家族壓力 我們知道韓劇很喜歡取材於 大財團 很好看 你知道最好看的韓劇 其實是三星集團 他們真實的裡面的 珠門恩怨 走 來 我們知道現在的社長 叫做李健熙 他的大女兒叫做李富貞 右邊這個是他的先生 叫做任佑仔 他們1999年結婚 可是紀念年初他們離婚 離婚的原因 請聽我講 任佑仔其實本來是他爸爸的保鏢 當時他的大女兒李富貞 就跟爸爸講 他說我不希望 要這種就是你安排的婚姻 我希望自己能夠找個平凡人 結果他就跟他在一起了 他爸爸非常反對 他爸一定是希望我們當護隊的 他爸說在我的面子怎麼掛得住 我要三星集團 我是首富 他後來就逼他的女婿說 可以 第一個 我先把你變成我的員工 不要再當保鏢了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副董事長 後來還逼他去念碩士 他說他非常痛苦 他在那個岳父的壓力之下 他非常痛苦 好啦 結果這個婚姻聲聲聲 撤到今年 他終於撤不下去了 他跟外人抱 他說我在這個壓力之下 我還輕生過兩次 好 他的身價有多少錢 有900多億 這麼多 好 你是他 你說你在那樣的 三星首富集團下 你要怎麼去當這個女婿 各位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韓國人他為了要爭第一 他不擇手段 除了他的尊重 還有一個我剛剛講的 就是家族 你要光宗藥主 對不對 你要出去 你不要丟了我們家族的面子 所以在他們眼中是沒有第二 這就是韓國 我們看著韓國 你現在看到所有的韓國人的眼中 只看到三星這個字 三星這個字 其實已經代表了整個韓國國家了 而韓國的這些民眾 其實他們跟三星也都脫離不了關係 因為他們這一生當中 包含死亡 包含稅收 還有包含三星 全部都跟他們的人生綁在一起了 剛剛講到李建興就是總裁 三星總裁的大女兒對不對 我們現在在講 他的小女兒也有事情 這個小女兒叫做李允興 長得很漂亮對不對 好 他這個身為他的第三千金 你知道嗎 也是極寵愛於一生 他在20歲的時候 你知道他的身家財產達到多少 1.9億美金 差不多五六十億台幣 已經成為韓國大概富有女性 排名的前幾名而已 可是你知道嗎 他在25到26歲的時候 因為他到美國去 到曼哈頓的時候 就突然做了一件事情 他自殺了 在美國自殺 這上次就轟動 大家就覺得說怎麼可能 韓國這個所有人的 首富的千金 對 最寵愛的小公主 是啊 怎麼會自殺呢 這簡直是韓著金昌石長大的 長得這麼漂亮 好 然後呢 留有遺書 遺書寫的什麼你知道嗎 寫的什麼 更嚇壞人的 她寫說 你們聽過那個蝴蝶夫人嗎 那個歌劇嘛 是一個非常寂寞的一個女人 她得不到她的愛情 她的情人 她說這蝴蝶夫人有真實版 真實版就是我 就她自己耶 為什麼 為什麼她自己說 她自己是蝴蝶夫人 對 遺書裡面這樣子寫 為什麼 原來他們去查 她呢 談戀愛 跟什麼 跟韓國一個上班族談戀愛 你是首富的最愛的小公主 你去跟一個平常的上班族談戀愛 可是他們又沒有像印度那邊 有這個種性的問題 照理說都是人人平等 只是她沒有跟著 門張戶對的人談戀愛 但是你是三星集團總裁的小公主 所以這樣子就說不行了 就不行 好 但是她因為很任性 她是小公主 她就說 可是我很愛她 我們談戀愛 我想要跟她結婚 爸媽說不能結婚 你就是不能結婚 她父母就是反對 不能結婚 打死都不能結婚 好 她就想說好吧 那我就遵從爸媽的命令 對不對 我就到美國去了 可是去了美國之後 越想越難過 越想越痛苦 因為她真的沒有辦法 從她的感情裡面走出來 所以她就在一天晚上 移書寫好之後 用電線纏繞著脖子 就這樣自殺了 自殺之後你知道嗎 韓國媒體怎麼寫 寫說他車禍死了 消息還是錯誤的 消息封鎖了 後來記者一直查 覺得不可能 因為在美國也沒有這種車禍 為什麼韓國的新聞 寫說他車禍死了 後來他們就說不是啦 因為這樣子 這個消息錯誤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出去的 好 二來我們不想破壞她的民間 三來家屬非常痛苦 所以不要增加家屬的痛苦程度 好 那麼再講說 其實你看 沾到豪門的 其實你以為 就飛上枝頭變鳳凰嗎 並不是 你知道嗎 韓國有一個 堪稱為國寶級的演員 叫做高賢珍的 這個女生也非常非常漂亮 好 演過很多戲 也過春日什麼之類的 黎明的眼睛 非常漂亮 是國寶級的 甚至於是很多人的夢中情人 好 他在19 20歲那時候 還選美韓國小姐 選到亞軍 那不錯 不錯 好 在24歲的時候 你知道嗎 就被誰看中了 被這個叫做鄭勇 鄭勇 鄭勇 鄭勇是誰你知道嗎 就我們剛剛講 韓國三星集團總裁 李健熙的外甥 被他看中 看中之後千方百計 因為就要把他娶進來 24歲加入豪門 因為他也是韓國 大百貨公司的總經理總裁 那不錯 因為他是剛剛李健熙的外甥 所以他們也是非常有趣 娶進來之後 那這樣不就榮華富貴一輩子了 他們娶進來之後做了什麼事情 我告訴你 這個高貞賢 我告訴你 你要所有演藝工作全部暫停 不能做藝人的 好不容易娶進來 你這樣非常枝頭變瘋 好 接下來八年的婚姻 生了一對兒女 但是因為這個老公 也是花名在外 這個老婆真的沒有辦法 忍受這樣的一個婚姻生活 他要求離婚 這老公就想說 這個有證說離婚可以 沒有關係 我就簽字離婚你知道嗎 他得到了什麼 兒女當然得不到 他生了那一對兒女 他給他多少的賛養費你知道嗎 合台幣大概4000萬 以他的身家 好幾十億的身家 他只得到合台幣大概4000萬的 贊養費 怎麼這麼口 這麼口 好 可是離婚成功了 那根本是把他給竹叔家門 對 他後來你知道 他只好再回去演藝圈工作 再回去拍戲等等 可是他發現 可是八年時間過去了 時空背景也不一樣 那人也老了 但是你知道嗎 最覺得是什麼 他發現說他常常去 因為都是以前認識的製作單位 都跟你說明天請你來 來了之後又工作又沒有了 他明明就被打壓被封殺了 甚至於他拍了一系列的廣告 廣告都拍好了 百貨公司都已經成列了 突然一夜之間被下架 那表示說背後有個力量 阻止了他的一些演藝工作 即使你離婚了 你離開我們家族了 你還是不能泡頭露面 至於你要怎麼過生活 那是你家的事情 常說馬路上面有三寶 這三寶你千萬別碰上 碰上了你保證倒大煤 立剛有時候我們開一些 特殊車輛特種車輛的時候 這駕駛真的要非常小心 為什麼你知道嗎 吊車大開 畫面這樣 天啊 他在幹什麼 這怎麼回事 其實我跟你講 這個時候他的面前 已經是紅燈了 可是這個駕駛 不知道是想要闖紅燈 闖過去還是想要迴轉 因為我們看到他有一種 好像要往左側撇的樣子 結果那部小貨車 那小貨車是執行車 他是正確 他沒有違規 你看 距離沒有算到 小貨車的車頭過了 結果車斗卻被這個 掉避 撞上了這個小貨車了 所以你自己個人是這種 特殊車輛的駕駛 就應該盤算 這部小貨車的 凹到幾乎是粉碎 你有沒有看到整個被掀皮了 整個被掀開 我們再來看俄羅斯 這部Limugini 你知道嗎 他其實也沒有開很快 360度迴旋 你有沒有注意到 在俄羅斯的公路上面 他一看整個車打滑 甩尾甩了三次以後 總共轉四圈 撞上了左側護欄 其實他已經撞到旁邊的 內部標誌的SUV了 你知道他才開時速 89公里而已 後來駕駛只受輕傷而已 所以你說打滑轉四圈 這種事情 我跟你講 在這個高速公路上 真的是太危險了 說到南印度真的是無奇不猶 結個婚應該是個喜事 但突然之間霍從天降 任何的婚姻典禮 應該都是非常歡喜快樂 這麼多賓客來 多少祝賀新人 大家請看下一秒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怎麼回事 我跟你講 畫面怎麼變黑了 這畫面非常珍貴 為什麼 一般通常來講都很難 因為就是說是在當場的人 拿手機都來不及 這是因為飯店的監視器拍到了 在印度的拉賈斯坦邦的一個酒店裡面 七八十個人 在幫新人扶正的時候 這個時候新郎要把新娘的戒指 戴上去 是 突然這個天花板就砸下來了 整個砸下來了 再看一遍 底下的人我跟你講 其實你只有0.0幾秒可以反應 但是我告訴你 這一砸下來 你根本來不及逃啊 完全沒有機會 三人死亡 你知道多少人 30人驚動這樣